姐姐气她吃傻 新婚之日竟将她赏给下人 而自己却替她嫁给太子 猥琐下人就要退去她的最后衣物 血族圣尊却突然降临女孩身上 刚睁眼就看到这恶心的一幕 女孩擦去嘴角的血迹 还不忘嘲讽她 就在下人震惊于女孩的变化时 却被一只鲜弱的手捏住脖子高高举起 堂堂血族圣尊都敢调戏 简直不要命了 消化声是天界至高无上的血族圣尊 转世后却成了吃傻的太傅千金 太子的迎亲花轿一路朝着太傅府而来 丫鬟禀告 大小姐 太子殿下的接亲队伍已经到了门口 何平婷已经迫不及待要上花轿 自己可是勾引了傻子的未婚服 才换来这次机会的 此时消化声却抱着她的大腿不撒手 姐姐 不要丢下花花 何平婷一把抓起女孩的头发 你不说我倒是把你忘了 反正你马上就要替我嫁入阴魂冤 死人留着灵运有何用呢 随即生生撕扯开女孩身前的血肉 开始吸取她的灵运 她看着手上的灵运大喜 呵 这傻子的天生灵运竟然是朱雀 真是暴殿天物 幸好如今落到我手上 消化声匍匐在地 她满身血迹痛苦地喊着疼 姐姐 画画好疼 只见何平婷一脸嫌弃地怼着她脑门又是一脚 滚开 脏死了 这还没完 她薅起她的头发继续嘲讽 不许喊我姐姐 你别收养我 不过是为了等我长大 替你嫁到阴魂渊去送死 我也从来没拿她当过爹 更不可能做你这个傻子的姐姐 呵 现在你爹重病不行 你也快死了 这太夫妇唯一的女主人是我 她一脸得意地看了看镜中的自己 我马上就会替你成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妃 而你就会替我去陪阴阴魂渊那个老魔头 被折磨到死 哦 对了 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地替我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猥琐下人推门而入 嘖嘖 我还没尝过高门贵女的滋味呢 死啦 鲜红的嫁衣被撕扯开 女孩痛苦地哀嚎着 爹爹 画画好怕 眼前的视线突然模糊 她没有唤醒爹爹 却意外觉醒了前世记忆 消化声一脸不屑 真是一出好戏 想陷害我成亲当日跟下人私通 好让你名正言顺嫁入东宫 不过本尊不会让你无怨 绿茶姐姐和未婚夫合伙把她绿了 成婚之日将她赏给下人侮辱 不曾想原本吃傻的她 竟然觉醒了前世记忆 堂堂圣尊都敢调戏 去死吧 随即朝着那对狗男女走去 本尊绝不会放过害我之人 此时会客听宾客云集 大家称赞太子人后 身为玄机国第一天才 即使太傅已经成了废人 竟然还愿意娶恩师的傻子女儿 只见一根银簪自负即可的 先妃新娘的盖头 众人惊呼不已 这这 太子妃不是太傅千金吗 怎么会是这个养女 只见萧化生一席嫁衣如血走了进来 新婚之日挖我灵运 指使下人折磨我 替我嫁入东宫 姐姐还真是好算计 众人惊呆了 传闻太傅嫡女吃傻 这萧化生眼神里 竟然带着屁腻万物的傲然 看她狼狈不堪的模样 的确像是遭人迫害 绿茶当即装出一副 委屈害怕的模样 太子投去一个死亡凝视 你不是说这傻子 已经弄残丢去阴魂渊了吗 这点破事都做不好 算了 看在她是双生灵运 又有朱雀灵运的份上 太子当即将绿茶姐姐护在怀中 凭儿别怕 我相信你没做过那些事 随即一脸厌恶地看向萧化生 你莫要胡说 明明是你不甘寂寞与吓人苟合 本宫念太傅有教导之恩 为了维护你的颜面才出此下策 反正她是太子 大家不会信一个傻子的话 绿茶心里嘚瑟 有着傻子的朱雀灵运傍身 太子果然护着自己 她表面却继续茶言茶语 妹妹 是你先对不起殿下的 为了掩盖这丑闻 我只能替你嫁给殿下 太傅已经快不行了 你就不要闹了好不好 两人一唱一和 围观众人纷纷掉转枪头指责萧化生 则则 萧太傅都成废人了 她还有心思去勾引下人 真不知廉耻 反正这傻子也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如今又成了破血 还不如替和小姐嫁去那因魂缘了事 不堪入耳的声音传来 消化生却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好得很 她指着太子 你颠倒黑白 坑害恩师 狼心狗肺 你白眼狼 亲家产害恩你 我爹十年养育之恩为了狗 随即一个个的扫过吃瓜众人的脸 还有你们 忘了这些年妖兽来袭 是谁护你们于危难之中了吗 是谁以命魂为阵 修复玄机柱 是谁拼死夺回国宝 却实力全废 此时全场陷入了死寂 是啊 这弱肉强食的世界 他们太安逸了 却忘了这份安逸是谁用鲜血换来的 太子见局势又扭转了 赶紧下令将人带走 送去魔狱与魔尊和亲 你不必胡搅蛮缠 本宫不可能娶你这个不竭之人 只见一个男人快速朝着消化生抓去 他本就受伤的身体伤上加伤 绿茶姐姐赶紧上前阻拦 他努力地挤出猫尿 妹妹你就别任性了 你为玄机国嫁入阴魂冤 爹爹一定会为你的忠诚感到高兴 消化生冷笑一声转身走向三子 明明是逼他换嫁送死 却愣是被他上升到了为国捐躯的高度 区区阴魂冤的老魔头而已 我家又何妨 反正留在这里也报不了仇 或许那里有恢复实力的办法 文言绿茶一惊 你当真愿意去 消化生当即取出一滴精血 心中默念口诀 已无精血为瘾 朱雀现身 朱杀此人 只见绿茶身上的灵御 竟然跟着那滴血一起钻进了 刚刚攻击他的男人身上 他最后甩出一句话 若我阴魂冤意图不死 来日必娶你们向上狗头 犹如此人 话音刚落身后的男人 只不赐爆而亡 腥瘦的血肉炸得众人 纷纷尖叫而散 只剩下他死不瞑目的狗头 滚落在地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姐姐和未婚夫合伙把他绿了 新婚之日把他送入冥界做祭品 却意外成全了冥界之主 街上集 原本吃傻的太傅千金 一抬手竟然秒杀成街高手 太子惊呆了 就连他都做不到呀 莫非这傻子一直在藏着 但他依然令人把消化生扔到了阴魂冤 紧接着又有二十几个身着嫁衣的女子被扔下来 简直阴阴阴一片 放我出去 我不想被老魔头吃掉啊 但他们都嫁衣干净 不少人都对消化生投来同情的目光 因为他灵运被挖 貌似下一秒就能挂点 此时一个气质高傲的女子扬声道 我乃宣云国将军之女宋玄 大家听我一言 里面的死魂和怨鬼无数 大家如果想保命 就一定要抱团 众人吃惊 宋玄 是那个吃鸡酒街的天才娇女 他们心中安心不少 有强者保护 我们有救了 旺财一脸嫌弃的看向消化生 怕就怕有猪队友拖后腿了 我们当中可是有个丹田禁匪 连个灵运都没有的废物 大家同时看向消化生 皆是神情复杂 宋玄安辅道 实力稍微强点的抱团 能保护弱者的就保护 如果有个万一 也只能生死有命 众人纷纷走向宋玄 很快消化生就被孤立了 毕竟没人想带一个废人 宋玄自认为是最强者 他神情冷淡地看向消化生 你过来吧 众人抱团走在黑雾弥漫的 瘴气森林里 暗处有树之怨铃死死地盯着他们 见消化生没有一点惧怕之意 旺财嘲讽道 一副死样子 根本没有一个废人的自觉 反观他们模样很难堪 仿佛一点都不如他 此时一只鬼手都看不下去了 兜头就想捏爆旺财的狗嘴 只见他一咬牙 直接抓住一旁的女人往身前一挡 只听一声啊啊的惊天吵叫 女人直接被冻穿 身体当场落地成河 消化生怒斥道 你怎能拿别人当肉盾 只见旺财一脸不屑 废物一个 留着他也是累赘 能换姐妹一条生路是他的功德 消化生扫过他的颈部大动脉 他想直接上口 压抑了十几年的血足天性 一旦觉醒有点控制不住 算了 这女人的血脏 仙人忍 宋玄顿时大喊道 大家千万别慌 背对背靠在一起 落单了就更没法活下去了 此时他自己心里慌得一批 师尊怎么还没杀过那老魔头 再这样下去 自己不死在怨鬼手里 也会累死在这 然而现在根本没几个人听他的 有人慌乱逃窜 队友信不过 他不要留在那里 被他们当成肉盾 可他没跑几步 只剩下几声啊啊的金鲜残将 混合着怨鬼嘎嘣脆的 啃食声传来 而更惊悚的是 此时虚空中突然传出 恐怖的冷笑声 哈哈哈哈 一个找死的老贼 真是无趣的体财 还是一群自相残杀的蝼蚁来的比较有意思 旺财经孔间叫起来 老魔头 一定是阴魂渊的那个怪物 他们甚至觉得这些怨恶 都比老魔头眉清目秀 消化声有些差异 没想到这老魔头的声音听起来还挺明清 就是心里有大病 有点像个熊孩子 眼见周围的鬼手越来越多 旺财直接将消化声推了出去 废物 你替我去死吧 只见消化声眸光一闪 一只银簪击射而出 戳向了鬼手 就在即将伤到鬼手时 他又催动银簪掉头直接抽爆了浪财的统 随即露出一脸人畜无害的笑容 悠呵 没想到这鬼手这么厉害 竟然会反弹呢 只见鬼手将在原地目击倒呆 啊 我是谁我在哪 宋璇一阵无语 他真的是个没有灵力的废人吗 这会不会运气太好了 男人看着这一幕 不禁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今年的祭评里 终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小家伙 我们去找他玩好不好 女子被队友暗算推进血池 里面全是吃人的血池 然而他却一脸兴奋 老娘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原来女子肖化生是血族圣尊 只因转世成了一个傻子 被姐姐和未婚夫送到了明街做祭品新娘 新娘们走在满是阴森坟头的小路上 黑压粗嘎尖叫 恶鬼们嘶吼着追赶 众人心态炸裂尖叫声不断 就连宋璇也脸色惨白 狗蛋吓得腿软 逃不掉的 就算我们能躲过恶鬼的追杀 也防不住队友互相残杀 眼见恶鬼也没有继续再追 他们干脆停下来休息 一个个都模样狼狈 反观肖化生双手环抱 悠哉悠哉地跟在后面 懵逼的宋璇一脸懵逼 此女为何完全没一点惧怕之意 她到底哪来的底气 狗蛋眼神不善地盯着肖化生 宋小姐 您也太心善了吧 这种废人您也护着 就是 她一直躲在后面 指不定想暗算谁 干脆杀了她 或者把她绑起来当个肉盾 消化生烦躁地操控着 银簪击射而出 闭嘴 逃死了 她看似很懒散 其实一直压抑着想吸血的程度 银簪直接戳碎了狗蛋脑袋边上的墙壁 毕竟人家和她无冤无仇 而且血族特性暂时不能暴露 所以她也只是吓吓她 所有人看得目瞪狗呆 我是不是眼花了 刚刚的三阶高手旺财 该不会是被她杀死的吧 难道我们都错了 其实她才是真正的隐藏高手 宋璇震惊 她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但她不能让人抢了她的风头 她高傲地说教道 你虽没有灵力 但速度却很快 好在他们灵力低微 又对你没有防范 不然你肯定会被重伤或者反杀 下次别这么冲动了 文言他们又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我就说嘛 运气再好就是个废人 还是宋小姐厉害 一语重地 你多向宋小姐学习 消化生忍不住笑了 一脸玩味地看向宋璇 你们这群女人可真斗 宋璇表面淡定 心里却气得咬牙切齿 区区一个废物 怎么敢用这种 看跳梁小丑的眼神看我 我可是吃鸡酒坚的天骄之女 紧接着他们逃到了一个 连恶鬼都不敢靠近的地方 巨大的危险降临 这是血尸 他们会吃人的 快逃 然而下一秒消化生 却被身后的宋璇运功 强大的灵力 使他瞬间掉入了血池中 随即满脸大一领难道 却是血偶症 须得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大家都有战力 只有你单天净废 为了轻重取舍 这位姑娘抱歉了 然后转身对其他人说 别管他 我们快离开 那群血偶瞬间将消化生围住 恐怖的笑声夹杂着杀意席卷而来 然而消化生却舔了舔唇脚 笑得像个变态 老娘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咻 只一瞬间 血池竟然被抽干了 五壶 味道竟然意外的美味呢 所有的血偶都看得目瞪狗呆 离他远远的 生怕这怪物连自己都不放过 甚至一只血偶被吓得变回了原形 消化生拎起瑟瑟发抖的小血偶 忍不住被逗笑了 没想到这阵法还挺可爱的 而原本已经离开的宋玄他们 突然又回到了这里 他们吓得毛补悚然 然后震惊地发现消化生竟然没死 那他们是不是也不用死了 然而没高兴一秒 脚下就被血偶震困住 他们动不了了 此时附近突然刮起一股恐怖的阴风 是他 是老魔头来了 那我师父岂不是已经 男人直接出现在消化生背后 鉴于小蝼蚁太可爱了 本君给你一个复仇的机会 用他们的鲜血浇灌出一只血偶来 你就可以活下来如何 消化生忍不住笑了 泽泽 果然是个有大病的熊孩子 先看着我们逃亡 然后挑唆大家自相残杀 他说的活下去 可不是活着出去 魔头还不知道自己被当成熊孩子 一脸玩味地挑起他下巴 怎么不说话呢小蝼蚁 你要选择这个复仇的机会吗 男子是三界中连天地都惧怕的魔尊 千万年间没人敢违抗自己 可消化生却让他去掏大份 接上机 魔尊给消化生复仇的机会 而他却拒绝了 只因他知道 对付魔尊这种有大病的熊孩子 不能顺着 必须反其道而行 只见魔尊一脸不敢置信 这女人竟然不想报仇吗 不然他心酸地捏住一个女人的脖子高高举起 哦本君懂啊 因为你是个该死的废物 所以怕杀不了他们对吗 随即他一抬手 恐怖的血震再次将众人困住不能动态 本君已经定住他们 你有一炷香的时间 可以随意发挥 你不可以直接将他们杀光 必须慢慢欣赏他们的死亡才行啊 只见宋玄满脸惊恐 不不不 明明是你传音给我 只要我们丢下一个人 就可以活着通过血偶症的 这不公平 一个废物 凭什么还能有报仇的机会 宋玄再也装不出大义领人了 他握紧利刃大喝道 你不就是想看我们自相残杀吗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那废物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 放开我们 我们愿意杀了他 消化生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们 嘖嘖嘖 各位的嘴脸还真是丑陋呀 但我就不 宋玄心中大惊 他们都让他去死了 他竟然不计前嫌地拒绝了魔头 世间竟有如此愚蠢的善者 魔尊也震惊于这蝼蚁的胆子 但他继续蛊惑道 如果你不杀了他们 你自己便会被血偶吞噬殆尽 随即他从背后捏住了他的下腊 现在告诉本居你的选择 然而消化生却一脸嫌弃地拍开了魔尊 我说 我不要 紧接着开始吐槽 我说这位魔头大哥 您要实在是闲得发慌 不如就去把阴魂冤的茅厕给掏了吧 魔尊呀麻呆狗蛋 哈 让本尊去掏大份 几个女人实在是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魔尊不要面子的吗 一再被一个废人挑衅 然而下一秒他们却笑容僵硬了 只见恐怖的威压席卷而来 他们纷纷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而消化生也被压到吐血 好在他刚才吸血 恢复了些许灵力 只见魔尊一脸阴霾拎起了消化生 好样的 你可真是胜得本君的心啊 不如本君就给你留个全尸吧 然而消化生却像只炸毛的大局 一把跳到了魔尊身上 双腿死死地圈住了他的腰 随即露出可爱的小尖牙 阴策策地在他肩膀上砸了一口 呃 老魔头的血还挺香甜的 就算转世成了废人 今日哪怕以魂为咒 魂飞魄散前 也要拉他一起同归于尽 然而想象中的不死不休没有 魔尊压根没感觉受到了威胁 反而感觉这突然撞上来的温软焦躯 好像挺软末的 头怀送报是吧 那本君暂且不杀你了 消化生直接爆出口了 你TMD简直神经病呀 放我下来 可魔尊不但没松手 反而继续东捏捏西掐掐 没想到你嘴这么硬 身上却跟团子一样软乎乎的 消化生气炸了 心心里的心血 老娘可是堂堂 谢 祖 圣 尊 算了还是同归于尽吧 然而魔尊并不理会蝼蚁的反抗 反而更加来劲了 直接将人高高抛弃 懵逼的消化生更懵逼了 只见魔尊又将他接住 保持着举高高的姿态说道 小蝼蚁 本君不杀你了 乖乖留在本君身边做个小宠物吧 他把魔尊咬了 本想吸干他的血来的同归于尽 然而这个死病娇却对他来了兴趣 小蝼蚁 本君不杀你了 乖乖留下来做个小宠物吧 消化生一愣 靠 这货丝毫没有男女大方的概念 自己单纯被他当成玩具了 随即炸毛般怒吼道 做你爹的小赤佬 小赤佬是什么 消化生努力挤出笑容 小赤佬就是你啊 好的小赤佬 消化生抽了抽嘴角 呃 自己被内涵了 行吧 他脑子有并不代表是个智障 我忍 魔头对他投去一个死亡凝视 你最好别拿本君当傻 消化生呕了一声 转身懒得理他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宋玄心中暗喜 显然这魔头很喜欢他这个宠物 要是让他帮忙求情 魔头一定会放过自己 然而不等他开口 隔壁山头就接连传军几声炸起 消化生皱眉 那边怎么了 宋玄更开心了 一定是师尊 等师尊拿到那个东西 肯定会来接自己 只见魔头语气兴奋的 无耻老贼 终于出手了吗 妄想偷本君的东西 随即一把捞起小蝼蚁 飞身离去 走走走 本君带你去看看热闹 此时宋玄他们高兴坏了 老魔头带着他的宠物走了 那他们岂不是都能活下来 趁他没发现 大家赶紧逃 然而不等他们高兴一秒 原本一直未动的血偶 突然就发疯式地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宋玄对消化生恨到咬牙切齿 真是恶毒的女人 明明只要他求个情 魔头就会放过他们 他宋玄只要今日不死 并要让他血债血长 此时断头和上方 一个老头正在跟一群骷髅头对战 他一脸不屑道 一群死物也妄想阻止本作 今日本作必须拿到这血陀花 闻言消化生来了兴趣 血陀花是什么宝贝 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 魔头捂住他的嘴 先别惊动他 消化生抽了抽嘴角 这他娘的不是你的地盘吗 魔头发出了一声鄙夷的叹息 我要这泼花作甚 眼见老头已经取到血陀花 消化生震惊 你再不出手 他就要把宝贝偷走了 魔头一摊手 区区楼椅本君岂会放在眼里 消化生无语 别装逼了 人家带着花跑了 魔头把人抛起来又接住 淡定地呕了一声 消化生终于忍无可忍了 干嘛总是把老娘又抛又晃的 有猫柄啊 他不要面子的吗 魔头被吼得一愣 然后捏住了他的脸颊 因为好玩啊 突然他诡异地低笑起来 小蝼蚁 本君虽然觉得你有点意思 但这并不代表你能骑到本君头上 你最好还是认清自己的地位 不然本君哪天不爽而捏碎你 可就少了个有趣的宠物呢 消化生心里咯噔了一下 哎 落在这性格阴晴不定的魔头手上 他还妄想得到什么尊重 换做他当年全盛时期 谁敢对他大呼小叫 他肯定吸光他的血拍成肉泥 算了 先忍忍吧 然而他不说话 不闹头了 魔头又不满意了 拎着他晃了晃 东捏捏西恰恰的 试图让他发出点声音来 消化生终于忍不住了 当即一个剪刀脚夹了上去 小次老 我忍你大爷的 女子被逼给长相巨丑的老魔头 做祭品新娘 本以为对方会吃了自己 不曾想对方不但是个绝世美男 还把他当祖宗供着 接受急 消化生一个剪刀脚却被魔头捏住了下巴 老娘忍你很久了 魔头突然一愣好像发觉了什么 消化生当即一巴掌扇了上去 吃老娘一记响龙十八掌 然而他却一巴掌扇了个寂寞 人呢 紧接着自己又被扛了起来 魔头轻笑道 哎呀 差点把宠物给忘了 好戏已经开场 消化生感觉浑身一冷 这是什么地方 可下一秒他却被魔头的真容给震住 眉间彼岸花 肌肤泛着病态的苍白 却美到了极致 只见偷了血陀花的老头子 来到一处被封印的兵关前 里面是魔头的本体 只要他们吃了魔头的血肉 就可以功力大增 也因此他们每年都会送几十个新娘给魔头玩乐 为自己争取时间 传闻血陀花可以解开这兵关 可不等他们动手 魔头已经抱着消化生感 愚蠢的蝼蚁 本军的躯体起尸而等龙消消 老猴子们震惊 不好 被发现了 该死的魔头不是喜欢看人类自相残杀吗 二十多个新娘还不够他玩 谈焉 我风云蒙以大义为己任 情欲就算死 也要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血肉来 绝不让你去祸害苍生 魔头将消化生扔给了一旁 正在给自己打气的冤魂恶鬼们 那群恶鬼挺上榜 毕恭毕敬地给消化生端茶地水 人肉服药法 顾了谢谢 我只喝汤 消化生眼底浮现出玩味的笑容 嘖嘖 一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这就是所谓的正派围剿大魔头的名场面吗 不过你们魔君容貌似现 气质似魔 脑子虽不好 长得倒不耐吗 只见男人手掌轻轻一握 气流席卷空间扭曲 大雪纷飞 只听风的一声 一个高手直接被炸成了血物 众人被恐怖的威压笼罩 那老头子目自欲裂强忍着恐惧大吼道 大家别慌 一起上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谭言了 谭言阴郁地冷笑着 可惜啊可惜 就算本君若成了个废人 你们依旧只是一群蝼蚁啊 那老头一边往后退 一边咬牙嘴硬道 别怕 我们有血陀花在手 一定能想办法杀了他 谭言邪媚一笑 杀我 就凭孽皮 只见他手心生起一场 独独火 随手一挥 又有几人被炸成了血物 剩下的几人 已经抖成了拖拉机的发动机 他的真身无法离开这里 大家快逃 想逃 谭言一抬手 无数铁链勒住了他们的脖子 既然来了 就别想死 与我一起坠入深渊 永世沉沦吧 上一世 他是纵横三界的血族圣尊 这一世却成了魔尊的网 街上集 一声声的凄厉惨叫直冲天际 一瞬间所有的盗袍老者都被杀掉 呵 倒是来杀本君呀 谭言一抬手 最后一个老头也被打爆天灵带 紧接着阴魂渊的痴魅王两们 齐声发出震天嘶吼 朝着谭言俯首称臣 帝君威武 消化声猛然一震 暗同转轮回眉间比暗花 深焉万鬼拜风都地狱魔 原来这就是阴魂渊的主宰谭言了 那些被杀的老头 要么被恶鬼当场砍得只剩下骨头 要么被包皮做成了人肉干 消化声抖了抖浑身的鸡皮疙瘩 咦咦 这人就是个疯子 还是个强大到恐怖的疯子 谭言突然转头看向了消化声 那双勾魂夺破的毛子 瞬间浮现出一丝暴虐邪命的力气 抖什么 怕了吗 紧接着 一道压迫感袭来 谭言眼神变态地盯着他 哼 这就怕了呀 他的嗓音很轻 却带着阴森诡异 愚蠢的人类啊 不就喜欢以自己的认知 去恶意揣测别人吗 他捏着消化声的半张脸 似乎就等他辱骂自己残暴 然后直接掀开他的头盖骨 每次看到这副嘴脸 他简直恶心到想捏碎它 然而下一秒 消化声没忍住 直接怼着他的手打了个喷嚏 我说 你发疯完了 麻烦把这冷空气收一收 废人会动感冒的不知道吗 众多恶狗看的目瞪狗呆 我滴个青娘啊 他竟然喷了帝君一手鼻涕 场面安静到诡异 然而谭嫣却没生气 他的手将在半空没说话 紧接着冷哼了一声转头就走 臭丫头 真不讲卫生 可气温却暖和起来了 消化声眼睛一亮 脖头还挺听话的 喂 你这里有温泉吗 我身上太脏了必须要沐浴 谭嫣一脸坏笑 温泉没有 但是冷泉倒有 随即打了个响指 消化声还没响过 喷的一声就被扔了下去 他扑腾的站了起来 直打哆嗦 靠 哥们真是个熊孩子 忽然他转身发现 他正盯着自己 我要洗澡 你怎么也跟了过来 有这么个疯癖美人 像变态似的盯着自己洗澡 他会做噩梦的呀 谭嫣冷吃一声 直接坐下来不走了 你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抢本军的本体吗 消化声懒得理他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谭嫣却自顾自的说道 因为本军身上的每一滴血 每一块肉 都能使他们凌厉暴涨 让他们去追求 所谓的无上大道 所以他们每年都会放一批蝼蚁镜子 在里面埋伏棋子 有的妄想杀了本军 有的妄想得到本军的青睐 从而接近本军内 被封印在这的本体 他们偏偏还打着 除魔味道的旗号 你说好笑不 本军出不去又闷得慌 所以每年送进来的蝼蚁 都被本军给玩死了 消化声突然开口道 说了老半天 你的本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啊 空气突然安静 谭嫣脸色难看 哈 什么玩意 上一世 他是纵横三界的血族圣尊 这一世却沦为魔尊的玩物 魔尊脸色阴沉道 什么玩意啊 消化声尴尬地挠了挠挠瓜子 我不是骂你什么玩意 我的意思是 你人不是好好的在这吗 这魔头到底是个啥 就算是个可以化为人形的神兽 那也没有人形和兽形 本体分离的情况啊 谭嫣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随即抬手不出一面水晶 只见宾馆里沉睡着 一个俊美到极致的男人 和面前这位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那具躯体气势更为恐怖 冰棺被数条粗大的铁链锁住 封印在修罗世界 如你所见 本君的本体被封印了 你眼前的 只是原神幻化出的分身 消化声一脸不可置信 一个分身竟然能随便逆转刺激 瞬间秒杀一群高手 那这魔头以前到底是有多强啊 谭嫣显然被他的表情愉悦到 突然闪到他身后 那本君再告诉你一个 他们都不知道的秘密吧 消化声一脸愤怒 天地 谁让你下来的位 老娘才懒得听你的什么命 然而谭嫣才不理会 蝼蚁的反抗 当即捂住他的嘴巴 嘘 紧接着低沉魅惑的嗓音 传入他耳中 只要你杀了本君的这个分身 本体也会死去 突然他一脸玩味地 在耳朵上嘎了一口 到时候 你就可以尽情地享用 本君的血肉 别说是你这废掉的丹田能修复 就算是称霸三界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激动吗 谭嫣死死地盯着消化声 丝毫不放过他脸上的任何表情 消化声一脸不屑地冷哼道 你可真能吹啊 谭嫣脑袋闪过无数问号 这么大的诱惑 别说区区一个渴望实力的废人 就算是天界的天地也会为之疯狂的 他这是什么反应 他又强调一遍 本君并未开玩笑 消化声满脸不屑地拍开他的手 老娘说 不稀罕 吹急他转身就走 这算什么 当年天界纯属是他的地盘 他打天地都是家常便饭 最狂的时候 十八层地狱的痴妹王俩看到 他就吓得躲起来 要不是被心腹捅了刀子 怎会投胎到这低级的人间 只见谭嫣眼底犯起病态的暴怜 人类明明是一种不知足的生物 他突然起身阻止他离开 你们都是披着道貌黯然的皮像 行着肮脏误会之事 你这废物怎会不想得到本君的无上实力 消化声已经被这一再的试探弄得烦躁至极 抬手就想来个过肩衰 你TMD又犯病 老娘受够了 下一秒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掰不动他 两人同时石化成了一尊雕像 消化声一甩手泼了他一身水 他底气十足地怒吼道 你脑残了 有本事看着我被废掉的丹田再问一遍 谁要你的实力 给老娘滚 谭嫣神轻古怪地盯着他抬起手 消化声本以为要咯屁了 然而谭嫣只是拧干了头发上的水 随即转身离开 他突然想起来废物是没有灵力的 自己站在那让他杀 他都伤不了自己一根头发 自己刚刚是在对牛弹琴 消化声把拳头捏得嘎嘎作响 我测草惠母的 要不是现在干不过他 真想给他套个麻袋胖揍一顿 他强压下火气开始宽衣 熊孩子走了 终于可以安心洗个澡了 突然他感觉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 他狐疑地到处扫了扫 什么都没有 应该只是错觉吧 殊不知有只透明的魔头 就在他身后暗戳戳地盯着他看 女子正在沐浴 而他不知道老魔头正隐身暗戳戳地看着他 谭嫣丝毫不觉得哪里不对劲 单纯地像个孩子 只是研究这个蝼蚁怎么如此与众不同 泽泽 不知道是装的 还是真的 然而盯了半天 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也许这就是个思想奇葩的变异物种 先养着再说 腻了再扔吧 消化声沐浴后 掏出了一个空间戒指 幸好这个没被绿茶抢走 里面藏了很多爹爹 给他准备的吃穿用度的东西 不然他会变成第一个饿死在阴魂冤的人了 他挑了一件干净的红裙换上 得抓紧时间修炼 从那对狗男女手上救回爹爹 因为有魔头罩着 没有任何怨鬼敢攻击他 他直接在断头盒边上摆了的 聚灵阵法盘腿坐下 其实他们血族不需要丹田也可以修炼 眉心为神社 聚集灵力 和丹田作用一样 但是吸取灵气远超丹田 他只要打通悬脉就可以了 此时宋玄只剩下半条命 趴在地上喘气 不久前他差点死在血友镇里 好在他是新娘中最强的 其他新娘都会很相信他 轻易地就成了他的肉盾 世尊没了音讯 说明行动失败了 再不出去怕是要死在这里 忽然不远处传来几个声音 真是晦气 抛尸就抛尸 干嘛要来阴魂渊呀 嘖嘖 家主英明 到时候这妖孽的死 还可以甩锅给老魔头 只见阴魂渊的通道 竟然从外面打开了 一个少女被扔了进来 几人走后宋玄又踹了几下 死透了 没有任何气息 只见他脸上满是毒蛇般的恨意 趁着空间闭合前赶紧往外踹 消化声 你给我等着 然而不久后 刚刚死透的少女 猛然睁开了诡异的双眼 她瞳孔是灰色的 明明活着 却没有任何生人的气息 只见他缓缓走在血河上 朝着消化声的方向走去 那些痴妹王俩都吓坏了 救命呀 没有活人气息的生人 鬼呀 我怕鬼 只见小女孩蹲在消化声边上好奇道 姐姐 你为什么要打通悬脉啊 这不是血足的修炼方法吗 人类用会很危险的 消化声警惕地睁开眼 直接掐住女孩的脖子高高举起 你是谁 女孩浑身是伤 被她掐得面色通红 姐姐 我 我叫熔连翘 是神功山戎家人 我没有坏心的 消化声满脸诧异 没想到小丫头来头不晓 神功山 那可是中州四国遥不可及的向往之地 像他所在的玄机国皇帝 也只配给他们做臣子 随即松开了手 你怎么知道血足的事 再怎么样 人类也不可能知道血足的存在 熔连翘可可爱爱地说道 因为我的灵运就是我的大脑啊 里面记载着天人魔三界近万本藏卷 远古密文有血足的记载 可以说我的灵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不过我能力有限 还不能完全操控想看的东西 文言消化声陷入了沉思 最强大脑爱 要是为我所用 那就美滋滋了 所以呢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阴魂渊 只见连翘一脸失落 因为我天生是灰色的眼睛 被视为不祥之物 娘亲也因生我而死 我明明活着却没有生人气息 父亲自我出生起不曾看过我一眼 女子轻轻在小女孩身上咬了一口 两人便缔结了主仆契约 女子消化声本是纵横三界的血足圣尊 转世后成了丹田被挖的废人 然而有着最强大脑的小女孩 却甘愿做她的仆人 因为她刚出生就被视为不祥的妖孽 父亲从未看过她一眼 直到发现外侍生的私生女天赋极高 父亲为了给私生女腾出嫡女的位置 便将她扔进阴魂渊送死 消化声无语 你如此恐怖的天赋 你爹怕是睁眼瞎吧 连翘挠了挠挠瓜子 呃 因为乳娘从小交代过 不要把灵运告诉任何人 不然自己肯定会被家族利用的 那你为何要将灵运告诉我这个陌生人 没想到连翘突然一脸羞涩 因为 因为姐姐是美到连我都心动的绝色女子啊 所以漂亮姐姐一定是个好人 连翘非常喜欢你 消化声又无语了 虽然自己独肃一解 气势和容貌都恢复了 但愚蠢的丫头呀 她可并不是个好人啊 她突然一脸玩味的笑了笑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 不如就成为我的人 日后有我一天 辩护你一天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怎么样小丫头 跟我契约吗 连翘一愣 我愿意 但是人与人怎么契约呀 我的实力必须要低于主才行了 姐姐我的实力已经黄极了 可姐姐你的灵运被挖掉了呀 消化声蹲下凑到连翘脖子边 我自有办法 哼 灵运 她哪来那种低级的玩意 小绿茶以为挖走了她的朱雀灵运 殊不知那是她沉睡的本命神兽 在被挖出来时 她被迫醒来 如果绿茶把那当成灵运置于体内 妄想炼化她 那后果恐怕是变成神兽的养量 她还是蛮期待的 区区一个契约阵而已 消化声自然是手到擒来 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惊呆了连翘 只见消化声将她的脑袋往旁边一歪 尖锐的虎牙直接戳了进去 紧接着西瓜汁吸入口中 血红色的阵法自地下亮起 将两人围在中心 连翘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神魂之力 自眉心连接到自己的尸海中 消化声擦去残留的西瓜汁嘖则称赞 契约已成 味道好极了 差点没停下来 连翘揉了揉眉心疑惑道 姐姐你是血族 消化声按着小女孩的脑瓜子阴沉着脸说道 背叛契约的后果 你应该知道的吧 没想到连翘却眼神羞涩无措地看着她 我才不会背叛姐姐 突然一丝慢珠沙滑的蛋香袭来 小连翘直接被拎了起来 小蝼蚁 你们玩什么呢 怎么都不叫上本君 只见消化声一脸愤怒 别蝼蚁蚁的 老娘有名字的 叫消化声 谭炎满脸嫌弃 小花声 谁给你起的 难听死了 消化声怒吼 是潇洒的消化衣的化声消的声 不是小花声 你耳朵长毛呀 谭炎突然扭住她的下巴 眼神变态地盯着她 咦 你的长相变得有点不对劲 莫名觉得这皮像有点顺眼 想要永远看到的话 而连翘却突然打断她 直接把魔头的手拽了起来 没想到谭炎突然眼神森冷地盯着你去 哪来的蝼蚁 你想死吗 这魔尊殷勤不定 抬手便要杀了小女孩 消化声几股一凉 没想到魔头竟然真的动了杀意 他连忙将人护在身后笑眯眯地说 坦哥伤安勿躁 他是我朋友 俗话说 有朋自远方来 坦哥理所当然地说出下半句 虽远必诛 消化声脑瓜疼 呃 这货的脑回路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算了你别说话了 赶紧搬离地球吧 不不 开玩笑 哈哈哈哈 你有事先去忙吧 我要修炼了 不然废人之躯很容易死掉的 紧接着还笑眯眯地摆出一副歌良好的架势 你也不想我这么快就挂了对吧 魔头果然乖乖离开 然而消化声才刚松了口气 没想到魔头就冷笑起来 别高兴得太早 本君虽然会饶了这蝼蚁 但两天后 你身上的安全静置就会解开 到时候所有怨鬼都会对你无差别攻击 连翘满脸担忧 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 消化声一脸玩味 泽泽 这魔头还真是想玩死我吗 他两天内如果没有自保之力 必定会挂掉 关键这点时间 还不够他打通悬脉的呢 突然连翘指着他脑袋说道 小姐 魔头在你头上放了个东西 消化声狐疑地拿下来 咦 哪来的花 看着有点眼熟 连翘一脸震惊 这是阴魂渊的至宝血陀花 紧接着他开始查看顶级 这花生于断头和以血灌溉瘴气为食 吃了可以洗髓一股 使实力大增 但只适用于至尊高手 否则必遭反噬暴体而亡 消化声在心里又问候了魔头一万遍 可恶 他娘的真的想让我死呀 没想到连翘却说 小姐 这血陀花来之不易 或许他觉得是个好东西才送给你呢 消化声撇了撇嘴 也对 他那三不管的性格知道个求 不然他严肃地探向连翘 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尊敬 叫姐姐就行了 我虽契约了你 但并不会拿你当成丫鬟来看的 文言连翘满脸感动 可是连翘很喜欢你 想守护你所以才这么教的 既然荣家不要他 那他干脆就跟着小姐混了 消化声一脸无奈 好吧 不过你应该知道怎么从阴魂院里出去吧 连翘当即掏出一个传送卷轴 知道呀 只要把这个卷轴放在血河水里泡一下 然后打开 传送阵就直接开启了 这是他从灵运古书里看到的 除了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 消化声笑着说道 连翘 你先出去等我 暗中帮我打听玄机国的消息 反正有契约在 我们随时能对话 连翘无条件信服他 便直接出去了 如此一来 谭言那阴情不定的家伙 也不能拿连翘威胁自己 最重要的是 那对狗男女的消息 他也必须知道 随即他掏出那朵血陀花 吃笑一声 两天是吧 非至尊刀手吃了就会暴体而亡吗 他眼中满是霹雳万物的狠义 那就让本尊见识一下你的威力吧 反正两日之气一道 他不可能在这无穷无尽的怨鬼手里活下来 他也不想去赌那个老魔头 会不会护着自己 为了提升实力 消化生以废人之躯 强行服用血陀花 没想到那能量太过恐怖 恨不得将他的肉体撕成碎片 好在他是圣尊转世 精通各种阵法 当即咬破手指在身前打了个结印 想撑爆本尊吗 那本尊就利用你打通悬脉 那排山倒海的能量的确打通了悬脉 可全身的五脏六腑也被击碎 消化生猛地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再次掐动硬绝一掌 拍在自己的心脏处 不破不立 是死地而后伤 方可为本尊所用 紧接着他的肉体终于撑不住了 而魂体此时也分离了出来 没想到转世后的废人之躯 连本尊元神的十分之一都承载不了 那就百分之一吧 他的灵魂飘在身体上方再次结印 以雷弱之躯 锁血族之魂 既然废物适应不了那么强大的力量 那么 本尊便用这锁魂血咒 逼你为本尊所用 恐怖的血咒使空间都扭曲了 血陀花的能量也被他锁在眉心处 只一出万分之一为他所用 剩下的待日后灵力增强在慢慢吸收 这恐怖的威压吓坏了阴魂渊的恶鬼 也惊醒了正在打盹的老魔头 谭言好像察觉到什么 羞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真是个有趣的蝼蚁 他身上果然藏了不少秘密 而此时消化生的躯体也恢复了生机 虽然借助血陀花恢复了前世百分之一的实力 但这阵法太过阴毒 而自己现在的躯体太不禁折腾 直接昏死过去 可就在即将倒地的一瞬 魔尊却突然出现在他旁边 伸手将人接住 要不是他还有微弱的气息 他还以为小蝼蚁已经巴比Q了呢 魔头嫌弃地嘖嘖了两声 真是脏死了 别说他浑身是血 还有洗髓后被逼出来的杂质又脏又丑 红袍都碎成一条一条的 谭言干脆包开了碎条条 然后像涮火锅似的放到冷泉里 左涮涮又涮涮 小蝼蚁不开口说话的时候 真是又乖巧又好看 紧接着拿外套将他裹好了 将其抱在怀里飞身离开 他本是血族圣尊 诸不知自己正被魔头当成烤串完的不易乐乎 他一会凉嗖嗖的 魔头就会拿火靠近他 他感觉自己快被烤熟了 魔头又会拿冰靠近他 如此反复就差直接驾到烤架上转圈圈 他猛然惊醒 吓得差点发出杀猪般的踩叫 大哥你在干嘛呀 呦醒了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如何 消化声强压下火气分外平静 他说怎么忽冷忽热的 原来是魔头大哥隔着烤串呢 莫非这魔头真如传闻所说 喜欢打妖子 我的衣服呢 魔头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早在你洗嘴的时候碎成破布条了 他就像能读心似的 突然一脸玩味地轻声道 本君不爱嘎腰子 仍爱嘎本君的腰子才对 消化声当即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一条红裙套上 突然他惊奇地发现 五脏六腑竟然全恢复了 他试着运转了一下灵力 周身被红光包裹着 实力竟然提升到了斥几九阶 身体就像被淬炼过一样充满了力量 莫不是刚刚那老魔头考穿式的行为 其实是在帮自己 这魔头挺伤到的 突然连翘的声音传入脑海中 小姐 不好了 我打听到三个月后将会有场斗铃大赛 最高的奖品竟然是 您爹爹的本命神器七星道 文言消化生恨的咬牙切齿 什么 他知道爹爹为奸人所害丹田净匪 却不知他的本命神器 静落在别人手里 还被拿来当成比赛奖品 真特么恶心 而更恶心的是 现在外面都在传他与下人苟合 太子为了信守承诺不得已娶了他那绿茶姐姐 而他这个傻子还大闹婚礼 最后得了封闭 自愿嫁入阴魂冤 这还没完 为了彰显原意道德 太子不但会为他风光大葬 还放话说 一定会拔得头筹 取回恩师的本命神器 只见消化生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气 好 好的很 窦灵大赛是吗 狗男女 三个月后 本尊必将亲自去取他们的巷上狗头 突然他发现魔头出现在身侧 正古怪的盯着自己 你靠这么近的吗 魔头鄙夷的感叹道 哎 你还真是本君见过最可悲的蝼蚁了 消化生一脸无语 此话怎讲 他娘的 这会真能窥探他的心声吗 谈言之起下巴笑容诡异 你不会以为 你这辈子还能从阴魂院里走出去吧 随即将他抓进怀里在他耳边低语 留下来陪着本君 才是你最终的闺妇 消化生突然无法动荡 任由魔尊在他脸上挤出一亩弧度 你最好乖乖的 可千万别想跑啊 不然 他指负缓缓划过他的手 与其带着病态又暴虐的笑语 本君会抽掉你的魂魄 将你做成傀儡 让你永远乖乖听话陪着本君 你觉得 哪个选择比较好呢 他是个可怜又可悲的病娇 为了把喜欢的人留在身边 他只能把他做成傀儡 因为他被封印了只能永远留在阴魂渊 可消化生却告诉他 自己可以带他出去 此时魔尊还不知道 他的命运会因此发生巨大的改变 他掐着消化生的下巴 逼他给自己一个答案 你真的要离开我 回到那肮脏的人间吗 这近乎病态的眼神 让消化生明白魔尊没有再开玩笑 他是真的会把自己做成傀儡 可他没有因此恨他反而感到心疼 他之前应该被人类伤得很深吧 明明那么痛恨人类 明明自己也是人类 可他却用最极端的办法 逼自己留在他身边 他盯着他不说话 谈言就更暴躁了 说话 而消化生只是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真可怜 什么 魔尊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消化生同情道 泽泽 你一直被封印在这种鬼地方 也难怪会发疯 区区蝼蚁竟敢联名本君 你怎么敢的 只见谈言忍无可忍 伸手又要捏住他 没想到却被小花生握住了手腕 你知道转魂血咒吗 未曾 魔尊眼中利气未消却想听听 此时连翘的声音传出 这题我会 转魂血咒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把魂魄塞到另一个躯翘的咒法 就连天道都发现不了 这是血族的逆天禁术 由于血族是上古传承的神秘种族 所以三界中知道的人没几个 消化生突然脱塞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区区阴魂院的封印算个毛线 只要他不再逼自己留下 他可以带他出去 谈烟呆愣在原地 离开 这里 他没想到他还有重获自由的一天 他突然哈哈哈哈笑出了猪叫 他更没想到万年来 第一个敢跟自己讲条件还活下来了 竟然是这个小女子 消化生无语 这祸莫不是又犯病了 魔尊却很高兴 他暗想用命直接威胁 哪有放眼皮子底下玩有意思呢 可爱的小花生呀 悬崖峭壁边 你可要走稳了 万一不小心摔成了渣 本君可是会心疼呢 是吗 那老娘拭目以待了 消化生满脸淡定 眼中毫无畏惧之色 突然他又一脸震惊 不过 原来你已经上万岁了呀 他在他脸上戳来戳去 嘖嘖 完全看不出来 保养得可真好呀 谈烟一脸无语转身就走 真是越来越放肆 然而小花生却突然收起了笑脸 那么 接下来三个月 他要努力提升实力了 阴魂冤的恶鬼们做好被打的觉悟吧 而魔尊表面一脸不屑 却忍不住臭美 哼 哪里老 本君天生励志 根本不用保养好罚 你敢信纵横三界的血族圣尊 如今却被一群小鬼追着打 只因他转世成了一个废人 就连本命神器也像个玩具 好在打通悬脉后他成长得很快 一个月后 他成功地让断头和附近的怨鬼 看到他拔腿就跑了 就连死亡之脸也晋升到了中阶 灵力突破到成绩后想继续提升 就得去更厉害的地方穿心树 这里全是长着鱼头人身的怪物 他们可比怨鬼们厉害多了 宰了他们去炖鱼头汤应该不错 一开始小花生只赶完偷袭 两个月后 他又成功地让穿心树的鱼头大哥们 哭着喊妈妈我要回家 然而不出意外的还是被宰了 鱼头大哥死不明目 这辈子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此时本命神器死亡之脸也晋升到了高阶 呼 终于能召唤出完整体了 虽然只能发挥出万分之一的能量 但对付这些怪物够了 四分之一注相后 此不明目的鱼头大哥成功变成了一锅汤 消化生却在嫌弃这鱼头太大不好顿 早知道切块做烧烤了 不过三个月实现快到了 他得赶紧问连翘怎么弄到斗灵大赛的情节 紧接着连翘的魂体就被召唤了进来 小姐 暗示里可以弄到情节 但那里只允许魂魄魄境 他知道进去的口诀 好 那我现在就去 暗示在哪 连翘补充说 暗示是一个连接三界的独立空间 每个极音之地都有 进去后都会被引去真实身份 众生平等只做交易 没办法使用灵力 文言消化生一摊手 就这 会不会太轻松了 这阴魂冤不就是极音之地吗 说着变盘腿坐下掐动硬诀 下一秒魂体分离 连翘 告诉我口诀 好的小姐 记得在实现之内回来 消化生走后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魔头蹲在他边上 一脸恶趣味地戳了戳他的脸 呦 魂跑了 就剩个空壳了 突然魔头像是被电到了 嘖嘖嘖了几声 他发现自己的手都被烧到冒烟了 魔头一脸玩味地甩了甩手 嘖嘖 可爱的小花生 还知道布个防护阵 实力也增强了不少 可惜对本君没用 随即他无视阵法 继续在他脸上都捏捏西恰恰 不说话的时候果然更乖巧可爱 下次再敢跟本君顶嘴 把你嘴巴缝上信不信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 下一秒一个用力过猛 小花生被戳得往后一栽 喂 后面是火锅呀 眼见小花生要变成佩菜了 魔尊当即冻住了火锅 紧接着他抱起动到发抖的小花生 嘖嘖摇头 哎 真没用 戳一下就翻了 好在本君眼疾手快 突然他发现小花生要被玩坏了 我不 是被冻坏了 连忙召唤出一团火焰 本君不喜欢病泱泱的玩具 就大发慈悲帮你烘干吧 然而下一秒刷的一声 头发又被烧了一截 呃 果然本君不适合做伺候人的火 很快小花生又被摆回了原地 仿佛从未有人来过 后来某魔头跪在榴莲上 怂唧唧唧地对媳妇细数 自己曾经对他做过的坏事 清理好案发现场后 魔头还不忘威胁小鬼们 记住 本君从未来过 萧化生再次见到陷害自己的绿茶 他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明明可以直接宰了他 但他却不会让他死得这么轻松 此时萧化生走进诡异的暗室 没想到这地方挺热闹的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斗铃大赛的情节 甚至有卖老魔头的画像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 然后就扑痴笑出了声 得亏谈烟出不来啊 不然肯定活活气死 斗铃大赛的情节有吗 有 怎么办 贪主嘶哑着声音说 一条人命 该不讲价 文言萧化生倒是来了兴趣 问他要谁的命 只听贪主咬牙切齿的 风云蒙蒙主 秦奥天 萧化生一愣 竟然是风云蒙的老贼 不就是他拿了爹爹的本命神器 作为斗铃大赛的奖品吗 该死的玩意 还派人去偷老魔头的本体 此时旁边的摊主忍不住多嘴 姑娘你别理他 他就是疯子 咱们这些摆摊的 不管赚多赚少都会在石线内出去 可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大病 近来就没出去过 生生把自己变成了生魂 也要那风云蒙盟主的命 可谁敢跟他交易啊 那秦奥天可是拦极高手 然而不等他逼逼完 萧化生就一脸傲然说我敢 只见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老板 你被要求我印象了 来做交易吧 闻言摊主激动的浑身都在抖 多少年了 终于有人敢接这个任务了 真 真的吗 随即两人便握手立下天道誓言 三年违宪 必杀秦奥天 有违契约者死 成交 摊主当即把勤俭递给萧化生 为了表达感谢 他还赠送了一颗黑蛋 这是他意外捡到的 不知是什么妖兽 还请女侠务必收下 谁能想到不久后 摩尊会从这颗蛋里孵出来吗 萧化生走后 其他摊主们嘖嘖感叹 真是两个疯子 一个敢说一个敢硬 狗看了都直咬头 突然一股熟悉的气息从身边经过 萧化生脸色一变 咦 这是神兽朱雀的气息 它是何冰亭 萧化生一路跟随绿茶来到一处丹药阁 他想要买置换灵运的丹药 此时萧化生愤怒地咬着后草牙 他怎么敢呢 怎么敢拿爹爹的贴身宝玉来暗示交易 好在绿茶始终不肯告诉阁主 他要置换什么灵运 阁主也没办法卖他相对应的邪丹 不卖算了 这里的弹药不多的是 绿茶气愤地走后 身后的消化生却忍不住嘲讽 他对外声称自己是天生猪雀灵运 放眼整个人界找不出第二个 他要是敢说出来 待他日后锋芒毕露 所有人都会知道他的猪雀灵运是偷懒的 突然他生出一个邪恶的计划 随即出现在绿茶不远处 本尊能帮你置换灵运 把你的灵运给我如何 只见绿茶脸上满是狂傲之气 你是谁 我凭什么信你 下一秒消化生一抬手 一股恐怖的压迫感席卷全身 绿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消化生一脸不屑地说 本尊想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明明可以抢 却大发慈悲地做交易 你说凭什么 绿茶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他连忙跪下磕头说自己信了 求他饶了自己 要知道暗示设了禁止 所有人都没有灵力 消化生也很奇怪 这里的禁止对他压根没用 虽然现在杀了这恶毒的女人 是最好的时机 但他怎么能让他死得这么便宜 随即做戏做到底 表示自己大人有大量 不会跟他计较 紧接着他将朱雀灵运 置入绿茶体内 既然能置换一次 就能置换无数次 到时候有多少人去之若物 又有多少人会成为 我家宰宰的养量呢 呵呵 何拼婷 这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你敢信吗 摩尊大大竟然变成 小花生的七月兽 这到底谁是谁的宠物呢 街上急消化生 狠狠算计了绿茶后准备离开 可眼泪却突然滑落 原来就在他释放威压的时候 暗示某个封印之地 关押着的老者手中 罗盘突然红光大声 他心红着眼激动的哽咽道 这血族的气息 血族还活着 他还活着 没想到暗示竟然囚禁 这千千万万个血族人 他们被封印在诡异的血族中 每天承受着尸骨之痛 老者朝着小花生的方向扣拜 此时小花生突然感觉 心间一阵抽筒 眼泪莫名其妙地夺快而出 但时间快到了 他得赶紧出去 刚回去翘 他就闻到有股男人的烧焦味 没有多想 他直接掏出黑蛋 本来还犯愁怎么带魔头出去 现在正好用这颗蛋给他换魂 刚刚还躲在树后 紧张兮兮的魔头 终于松了口气 原来他在看蛋 说什么女子的头发 碰不得根本就是扯蛋吗 这棒锤果然与众不同 殊不知等会自己才是棒锤 突然小花生大喊道 谭哥 你在吗 准备一下 我们要出去了 魔头现行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在这呢 消化生叮嘱道 现在就要将他的魂魄引入兽弹 千万别抵抗 不然自己会被坑死 飞机掐动硬举 将魔头的灵魂吸入兽弹中 给我收 小花生擦了擦额头 呼 感觉灵力被掏空 本以为要等很久魔头才会孵出来 然而他竟然一秒就破壳了 只见一只黑不溜秋 又像鸡又像鸟的毛茸茸钻了出来 啾啾两声后 小花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哇塞 好可爱 文言魔头当场炸毛 区区蝼蚁竟敢夸本君可爱 然而霸气十足的声音没有 只有奶声奶气的啾啾啾啾声 魔头直接实话当场 我是谁 我在哪 小花生终于忍不住笑出猪叫 哈哈哈哈 你是什么鸟 愤怒的小鸟吗 魔头气到原地跺脚 但他不管如何说话 都只能发出啾啾声 可恶 以后本君只能发出如此羞耻的声音吗 下一刻神识里传出魔头鹰狠的声音 你想死吗 别以为本君这样就杀不了你 只见愤怒的小鸟 我不 愤怒的魔君恶狠狠地冲现小鸟声 把我去缓狐撞在一堵墙上 小花生领起晕乎乎的小鸟仔轻笑道 忘了告诉你 刚刚转魂的时候 我动了一点手脚 跟这颗蛋签订了主仆契约 不听话的授受 是会受到惩罚的 不想毁了这副屈翘就老实点 魔尊不断被小花生捏出了啾啾的叫声 可恶 人类果然不可信 我要杀了这卑鄙的女人 只因化成人形的魔尊太可爱 这个娇身的女人便想将她占为己有 殊不知自己闯了大火 此时变成一团黑球的魔尊 蹲在小花生肩膀上啾啾个不停 赶紧给本君换个躯体 本君不要做一只愤怒的小鸟 小花生感觉自己要炸开了 真特么吵 没有别的躯体 但我可以帮你提前化醒 下一秒魔尊变成一个萌萌的小奶了 小花生催促道 满意了就赶紧走吧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短了一节 头发枯萎代表神社碎裂 但自己的神社明明好好的 所以这是哪个找死的玩意弄的呢 他阴森地瞥了一眼谈烟 只见魔尊瞬间心绪地缩在地上打滚 哎呦呦 好疼 本君肚子疼 突然他觉得自己脑袋坏掉了 我特么堂堂魔尊竟然怕他生气 干脆不装了继续往前走 小花生无语 得的 刚刚只是怀疑是这魔头干的 现在实锤了 他忍住想掐死他的欲望往出口走去 算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麻溜达 连翘还在客栈等着我们 第一次踏足人间的魔尊 看着满地蝴蝶呆愣在原地 小花生忍不住同情 被关在阴魂渊这么多年第一次出来 再强大的人也会迷茫吧 然而下一秒蝴蝶竟然被撕成了两半 魔尊变态地嘲讽道 曲曲蝼蚁竟敢蹬鼻子上脸 小花生翻了翻白眼 我竟然同情精神病 我自己也快病掉了 没多久 消化生就和连翘会合了 他服用了变色单 瞳孔已经恢复成黑色 然而屁股都没做热 他们就被隔壁桌的女人盯上 女人娇撑着嗓音说 王爷 那个妖兽好可爱啊 我想要他 男人走过来吹嘘一番自己的身份 不容拒绝地表示自己愿意花双倍价钱买下魔尊 女人站着身边的男人是王爷 他没感受到小花生有灵力波动便威胁到 就这没攻击力的小宠物 用得着花钱吗 既然知道我们身份 实相的就该双手奉上 文言三人都没说话 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们 魔尊差点被逗笑了 他也配惦记本君 真是不知死活的蝼蚁 消化生端起茶杯冷笑了一声 不愧是黄泉至上的中周 还真以为身份能顶天 柳然而气炸了 找死 区区一个废物 竟敢无视我们王爷 他命令侍卫们上 杀了他 眼见已经被数个提到侍卫包围 只见小花生一挥手 树枝飞钉击射而出 砰砰砰几分 那些侍卫瞬间被一股能量打飞 在空中爆成了血雾 如此多斥急侍卫同时自爆 这是何等害人之相呀 姐姐和未婚夫合伙送他去死 又为了博取名声将他风光大葬 没想到本该死绝的人 却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 街上几小花生一招秒杀一群斥急侍卫 场面大乱 大家纷纷开始逃命 而小花生却一脸淡定 他屁股都懒得动一下 王爷此时哪里还敢嚣张 他本以为对方只是个丹田禁费之人 没想到却是个深藏不落的高手 自己绝不能与他为敌 连忙拱手作一 满脸讨好的为刚刚的鲁莽道歉 并邀请小花生与自己同行去参加斗铃大赛 小花生本想拒绝 没想到绿茶连忙阻止说 一个乡野村妇怎配跟王爷同路 我们还要去玄机国参加葬了 把妖兽交出来赶紧滚 王爷一脸愤怒警告他闭嘴 然而小花生倒是来了兴趣 连忙在脑海中问连翘 玄机国谁的葬礼 小姐你的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 连翘刚说完这句话魔尊就行了 所以这熊孩子 果然能听到自己跟连翘的对话吧 而此时 绿茶又色眯眯地盯上了魔尊 好可爱的神兽 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你 就凭你也敢基于本尊 魔尊就要弄死这只蝼蚁 没想到含羞伸手就要勾搭小花生 姑娘可愿与本王同路 只见魔尊粗意大发 你要是敢让这熊性楼里碰一下 本君立马让你们当场葛屁 小花生本来就懒得搭理这狗屁王爷 随即高冷地起身应响 那就一起吧 几人很快便抵达玄机国 马车内含羞总是找机会跟小花生搭话 姑娘 你头发乱了 只见小花生一脸吞了苍蝇的表情 当即闪身躲开 王爷自撞 魔尊紧紧贴着小花生 脸上写满了莫挨老子媳妇 绿茶恶狠狠地咬着后草眼 不能再给他机会勾引王爷了 当即引开话题 王爷 你说玄机国那太子的双生灵运是真的吗 双生灵运 小花生暗暗嘲讽 哼 那草包哪来的双生灵运 想必是盯上了和平亭的猪雀灵运吧 脸翘一祸道 小姐那可是您的灵运 你不担心吗 然而小花生却要被逗笑了 这样才有意思呀 有人抢着给自己的兽兽当养分 他做梦都能笑醒 此时太父府聚集了各国来参加葬礼的人 小花生霸气地踏入了自己的葬礼 这一日终于来了 爹 我回来了 只见和平亭虚伪地抱着棺材不撒手 太子假装将人拉开 说是出病的时辰到了 众人纷纷夸赞太子和太子妃大义领员 竟然替那偷人又发疯的傻子 办这么盛大的葬礼 就在绿茶暗自窃喜自己演技精湛时 棺材砰的一声炸开 那声音响彻天地 吸引了所有目光 只见小花生红裙翻飞 玩味地看着那群人 本姑娘自己的葬礼 却没收到邀请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 本该死去的吃傻千金 不但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 而且当着皇帝的面大杀四方 绿茶姐姐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画画 你明明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吃瓜种人惊呆了 没听过太父府的傻千金是这般美人呀 而且哪有进入阴魂渊 还有活着回来的 小花生故意嘲讽说 我的好姐姐 我没死你是不是很失望呀 绿茶表面说妹妹没死自己很开心 心里却暗骂 贱人真是命大 可惜这朱雀灵运也不会还给你 柳然而嘖嘖惊叹 她就是那个失真的傻子 看来是勾引了魔头才活下来的吧 还真是下贱了 文言含羞嫌弃地在心里咒骂 还以为是什么高门贵女 原来是个破烂货色 贱人 尽敢在本王面前装清高 然而小花生还在继续吓唬绿茶 我说过 别让我活着走出阴魂渊 突然玄机国皇帝出现笑盈盈地说 原来花儿并未出世 真是可喜可贺 没想到小花生完全没放在眼里 玩味地嘲讽道 是吗 陛下觉得喜在哪 贺在哪呀 众人不敢置信地看着小花生 好嚣张的费人呀 连皇帝都敢挑衅 听说是被抓奸后受了刺激 从傻子变成疯子了 太子大贺道 放肆 你竟敢对父皇不敬 绿茶茶言茶语的帮腔 画画 你也是玄机国的 怎能不跪陛下呢 没想到小花生笑得更嚣张了 哈哈哈哈 老娘连天地都不跪 区区皇帝也配 摩尊在旁讽刺说 就是就是 他连本君都不跪 这群蝼蚁也配 太子气到鼻孔冒烟大吼道 本宫看在太父的面子上 才为你举办葬物 你不知感恩就罢了 竟敢蔑视皇权 来人 把这疯子压入大牢 然而下一秒 竖把兵剑骤然拔地而起 将为上来的侍卫 统统秒杀 这诡异的一幕 惊呆了那对狗男女 这这 这怎么回事 他不是废人吗 实力怎么变得这么恐怖了 同样被震惊的 还有小花生自己 咦 我还没出手呢 这兵戏术法 莫不是谭烟 紧接着就听见谭烟催促道 本君困了 搞快点 文言小花生 当即化出一个巨大的血阵 将太父府众人困在其中 阴狠的目光扫过那对狗男女 老娘今日只为带走我爹 顺便清理门户 你们俩的债 斗龄大赛上我自会清算 随即开启疯狂屠戮模式 太父府下人共97口 抠到牟利者11 被刺我爹者3人 为虎作伤者26人 所以这40人 全都该死 他曾是人嫌狗厌的 吃傻太父千金 如今随手画了个针 便秒杀太父府40个叛徒 这场面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剩下那些忠诚的下人 全都完好无损 小花生承诺道 效忠太父者 哪怕天王老子来了 老娘也罩了 随即找到爹爹房间 将人接走 曲终人散 你们誓死效忠父亲 我府中剩下的东西 你们都分了吧 然而此时皇帝 已经将外面团团为主 可小花生只是大喝一声 滚开 气势轰然炸开 将众人震的倒退数米 没人再敢上前一步 然而绿茶却扯着太父不撒手 他假装大意凛然的说 爹爹是玄机国的太父 妹妹不能私自带走 毕竟老不死不在了 自己就再也不是太父一女了 没想到却意外 接出了黑袍下那张 瘦骨灵巡的脸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太父怎么成这种样子了 莫非这养女日日折磨她 连饭都不给吃 小花生高傲地指着 皇帝的鼻子大喝倒 狗皇帝 趁我爹婚迷过河拆桥 你根本配不上我爹的忠诚 随即一挥手 直接嘎了绿茶一根手指 以这白眼狼的血历势 从今以后 我父萧宗不再是这玄机国太父 老娘替她与你们恩断一绝 绿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她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区区一个废人怎么会这么牛逼 紧接着小花生 阴狠地扫过狗男女冷笑道 断男庆 何平庭 你们的狗头我先寄存在你们脖子上 斗龄大赛 我必定亲自取下 太子气得咬碎了后草芽 却也只能一肚子化咽回肚子里 她生怕绿茶出事危急猪雀灵域 便撒鸭子撤回了东宫 此时府外的马车里传出一声感叹 嘖嘖 这玄机国本想博取好名声 结果却被消化生闹得颜面尽失 却只能硬生生吞下这口闷气 真是一出好戏啊 一旁的幕僚疑惑道 陛下 此女哪来的底气跟一个国家撕破脸的呢 男人正是原仓国皇帝韩楚飞 似乎还沉浸在少女刚刚又美又撒的气势中 她饶有兴趣地说 朕也分外好奇呢 看来这次的斗龄大赛比往年有意思了 此时小花生随意在郊外找了一处地方休息 爹爹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醒过来的 既然玄机国对不起你 那我毁了这小小一国又何妨 而斗龄大赛就是玄机国落败的开始 连翘秒变小花痴 小姐 你刚刚复仇的样子好帅 爱了爱了 而小花生总觉得少了什么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把摩尊落下了 他那么小度机场肯定要炸毛了 只见连翘从兜里掏出一个黑布溜秋的东东 楼 在这 许是黑眉球在人界法力受险 试完法就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了 小花生手捧阿巴巴困困的摩尊 正疑惑这货怎么突然安静了 没想到摩尊正盯着他身上的某处 暗想这里好像很适合睡觉 随即一头栽进了温柔香 喂 你他娘的 往哪里钻呢 啊呼呼呼呼 我睡着了听不见 这个战武扎绿茶一再侮辱小花生 作为圣尊转世的他现在想杀人 时间回到刚才 摩尊一头栽进温柔香 这里令他甚是满意 他决定在这里安家 小花生满脸愤怒 将小东西挖了出来 给老娘滚出来 松开松开 你竟敢拽本君 只见摩尊死死捍卫着自己的小窝 本君告诉你怎么延续你爹的性命 画面突然一片祥和 只见小花生一手茶一手扇满脸讨好 谭哥 你想在哪里安家都行 请说 闻言摩尊在他耳边一阵鸟语 先这样 再这样 最后再这样 学废了吗 嗯 学废了 小花生当即化阵 将太傅的魂魄引渡到淋浴中 然后将躯体收入空间戒指 找到让爹苏醒的办法 再将魂体融合 想到那些丑恶的嘴脸 他忍不住握紧的小泉泉 设施越深 他越觉得人性肮脏 真是值得玩味 玩味到目光所及之处 有种想把所有人杀光的欲望 谭言忍不住嘲讽 把眼睛戳下你就看不见了 你可真吵 把耳朵割了你就听不见了 咦 怎么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把鼻子嘎了就闻不到了 老娘人你很久了 你他娘的有病啊 是抓就抓来的澎湖吗 知道我有病还问 小心本君犯病弄死我 小花生无语 对不起谭哥我甘拜下风 看着两人 我不 是一人一鸟相处融洽 言俏露出了一母笑 在太傅府他就隐约 感觉小姐身上的气息 是快入魔的症状 但两人友好交流一番后 那股气息就消失了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吧 紧接着他们找到发臭的源头 只见满地尸还被扭曲成 很残忍的角度 上面还有恶心的小虫虫 小花生吸溜了一下口水 自己怎么会对这已经腐烂的血液 有种想吸血的冲动呢 这里的魔气浓度明显超标了 连翘一眼看出这是魔修所为 此地不宜久留 小花生刚想离开 突然唰的一声 有人耍着鞭子抽象了他 只见小花生一把抓住鞭子冷笑道 又是你们 真是阴魂不散 柳然儿满脸嚣张恶狠狠地瞪着小花生 全然不知道自己要遭殃了 然而 不得无礼 含羞拱手作衣 摆出自认为最帅的角度 他想请小花生继续跟自己一起去斗铃大赛 没想到小花生根本懒得搭理他们 突然一松手摔了柳然儿一个屁股蹲 只见柳然儿依然不依不饶地尖叫着 贱人 遇到这种魔修 你竟然临阵逃脱 就只会勾引人的 阿爸阿爸 逃死了 小花生一巴掌呼了上去 大傻逼 老娘人你很久了 想死吗 现在就送你上路 柳然儿只当这女人是丹田尽废的傻 他捂着脸说 你竟敢打我 我要杀了你 这绿茶明明只是个战武渣 却妄想杀了圣尊 只因他以为对方就是个嚣张的废人 然而当他爆发出全身灵力冲向小花生时 却像一只蝼蚁被单手制服 然后轻轻松松就被捏住要害 随即直接扔飞出去 砸在那堆满力烂肉的蛆虫里 紧接着就传出一声惊天惨叫 救命了呀 含羞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他没想到小花生实力这么强 柳然儿好歹也是斥鸡舞街 在他手下竟然一招都撑不住 他本想去救柳然儿 可看着他在烂肉里打滚 又实在下不去手 然后就在他面前呕个不停 摩尊意识到小花生的状态不对 他在脑海中提醒他 快停手 立即离开这里 文言小花生突然清醒 拽着正在吃瓜的连翘赶紧撤 快走 咱们八百年前亮的被子还没瘦 只见小花生大口喘着粗气 额头冷汗滴滴眸底红光若隐落线 他想吸血 他快忍不住了 连翘脸色大变 担忧地问他这是怎么了 小花生扫过少女的脖梗 忍不住吸溜了一下口水 他升起一股念头 可一旦自己控制不住 直接把连翘抽干了怎么办 他突然又冷静下来大喝道 你走开 离我远点 连翘察觉出他不对劲 自然不会离开 这种时候他怎么能丢下小姐 此刻小花生仿佛看到了一大锅美滋滋在向他招手 最终欲望战胜了理智 再也忍不住直接扑了上去 然而不等他下口 身前就被一只黑不溜秋的东西啄了一下 小花生一脸震惊 好痛 谭哥你干嘛 下一秒只见黑猫球化成一个高大的身影 挡在两人中间 撕 真是让人不爽的捉肩现场 紧接着小花生就直接被扛了起来 临走前 魔尊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连翘 回来再找你算账 留下小丫头满脑子问号 哈 我干了啥 此时魔尊已经拎着小花生到了无望之森的幽冥坛 这里有一条紫色蛟龙 他是这里最强的紫棘妖兽 每天只要悠哉悠哉地等着小弟奉上食物 直到这天 两个嚣张的人类闯入他的地盘 黑袍男人说自己不想随时面对抓奸现场 所以要将这坛底的虫子拎出来放血给女人喝 女人一脸不可置信 虫子 什么虫 够不够他塞牙缝的 紫棘妖兽脸色一沉 等等 他们说的虫子不会是我吧 作为一条有文化的龙 他掠出水面想跟人类讲讲道理 然而他们却在自顾自地聊天 对了谈烟 你怎么在人界就现行了 被天道发现就死定了 哦这个是本君的瘦身 我强行提升到成年体了 不然扛不动你 作为一只讲礼貌的龙 他怒了 你们两个眼瞎吗 我这么大致跟你们打招呼看不见吗 你牙缝是有多大 我哪里不够你塞牙缝了 媳妇口渴抱着小丫头就想啃 吃醋的魔尊便直接把中周最强妖兽 做成一栋血裤送给他 上一秒还威武霸气的阎龙娇 下一秒就压麻呆狗蛋 摩摩摩 魔尊大人 千秋万代万古长青 谭烟眼刀刷刷地飞向他 吹彩虹屁也没用 阎龙娇见状撒鸭子脚底抹一 然而下一秒只见谭烟打了个响 周围的岩浆便瞬间被冻住 巨大的阎龙娇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一样 要死了要死了 还以为这魔头喜提风印尼包 结果自己还没画龙 他竟然已经出来了 而且又来找茬了 阎龙娇想起几千年前的苦逼二三世 已经哭成了痘痘眼 呜呜 终究是逃不过被他霸凌的一生呀 下一秒只见谭烟甩了甩阎龙娇 把他掰直成小小一条 龙血能压住你吸血的欲望 这条小虫虽然是残刺品 却也是龙族血脉 紧接着将阎龙娇套在小花生手上 头尾系了个蝴蝶结 以后随身带着做个移动血裤吧 不许再对别人露出饥渴的眼神 此刻阎龙娇在心里骂娘 啊 谭刺品 移动血裤 这说的是人话吗 老子是中周最强的妖兽位 这种可了就有人威胁的感觉真是美滋滋 小花生抬眸看着魔头陷入了沉思 一直以为熊孩子脑袋缺根筋 而他明明知道自己血族的身份 却丝毫没觉得哪里不对 小花生不禁有些懊恼 自己对他是不是过分的无意识信任了 谭烟见对方眼巴巴的盯着自己 也陷入了沉思 他干嘛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难道 随即神情古怪的将阎龙娇往他嘴边怼 泽泽 你还有这种嗜好 行了 吃吧 本君再点你弄一条就是 小花生脸上写满了句句 谁要吃这丑东西啊 我可没这种奇怪的嗜好 阎龙娇欲哭无泪直接骂出了声 为什么你们打情骂俏 受伤的却是我呀 小花生突然惊奇的发现 这竟然是子级妖兽 花擦 中周最强的妖兽给他当手镯 他突然觉得他有点可爱 你以后就负责给我供血吧 等我恢复实力后就契约你 带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阎龙娇暗想 与其给魔头玩死 不如跟着这个人类傻丫头 随即笑眯眯的说 谢谢姑娘 你真是个好人呀 他表面笑嘻嘻心里妈妈皮 熬死他熬死他 区区人类还妄想契约我 等这个短命鬼意思 我又能回来继续过上好日子了 连翘见小姐回来了 连忙迎上去要贴贴 没想到魔头再次粗意大法 戳着他脑门威胁道 离开原点 本君说别让我捉奸当场 有毛病呀 快说哪学来的词 只见魔尊秒变气管言 玄纪国的雄性蝼尼说的 小花生瞬间黑脸 原来是断南静那个污蔑他不洁的狗杂碎 没想到这魔头还学上了 那你呢 你在意女人干不干净吗 他突然好奇魔头怎么看待自己这个不洁的新娘 魔头表示自己当然不在意 也对 你这种还没开窍的熊孩子 就算被带了一顶西伯利亚大草原也不在意 但是 魔头突然一脸变态地盯着小花生 如果是你 我会把碰过你的所有雄性蝼蚁 都当着你的面统统做成人质 并教魔尊白切黑 上一秒还说不在乎媳妇干不干净 下一秒就威胁说要把碰过他的人 当着他的面削成人棍 说不知小花生只把他当成熊孩子 则则 战友欲真强 还真是了不起的威胁 然而帅不过三秒 魔尊就缩成了小萌娃 花擦 为什么偏偏是这种时候 他伸出小手还想再抢救一下 然而罪恶的爪子好像拽了不该拽的地方 小花生眼刀子刷刷刷地飞向他 别以为你变成小孩子就可以这样那样 当即一巴掌呼了上去 然而却呼了得寂寞 魔尊已经缩成一坨倒头就睡得大肥瘾 小花生健壮只能在头顶给他安了个窝 连翘突然发现这一路竟然没遇上一只妖兽 运气也推好了吧 只有阎龙娇知道 那时其他妖兽都被他吓跑了 此时一道狗皮膏药粘了上来 萧小姐 然而已经答应既往不救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小花生简直要被逗笑了 既往不救 只听过仙撩者见 留他一命已是人之意尽 再敢没脸没皮地扒上来 老娘必在斗龄大赛取你们狗命 含羞眼神阴狠地盯着二人 该死的贱女人 竟敢三番四次羞辱本王 斗龄大赛上 并要让你跪在本王胯下求饶 时间很快来到一个月后 两人两兽终于抵达风云蒙城 小姐 这里比四国皇城都繁华 小花生点投出了绰摩尊 喂 你还要装病到什么时候 明明早就可以划起 我不 本尊就不想走路 此时小花生已经将邀请函 递给斗龄大赛登记出的老头 老头一愣 竟然是个没有国籍的散人 这要么是个狠人 要么是个废人 随即将身份灵牌递给他 然而下一秒身份牌竟然被抢了 你就是那个伟 身于魔头不知廉耻的消化生吧 众人转头看去 咦 这不是轩云国的将军之女宋玄吗 她可是一位天才啊 怪不得能之身杀出阴魂冤 小花生嘖嘖感叹 幽呵 还是个老熟人 你师父的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你竟然还没死呢 宋玄像看死人一样看着小花生 你的丑闻人尽皆知 就算玄机国的太子妃好心饶 本小姐必定会杀了你这废人 众人惊呆了 这不是蚊子对战原子弹吗 堂堂天骄之女 却对一个废人下战书 小花生忍不住冷吃一声 嘖嘖 装逼装到老娘头上了 生死菊茫 既然宋小姐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就硬下了 连翘气愤地捡起身份牌 哼 狗眼看人低 小花生却一脸玩味地说 收好 这是我们的入场卷 也是他们的催命符 圣尊觉醒后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废人 然而渣男绿茶还敢来挑衅 老娘一板砖拍死你 时间回到刚才 小花生只想好好干反 却听到有大瓜 爬墙狐妹子魔头的卢顶一个废人 还敢跟宋玄约生死菊 我操 竟然是老娘自己的瓜 小花生懒得搭理他们 而魔尊却来了兴趣 什么是卢顶 他们骂你不生气吗 魔尊捋了捋身上的羽毛 本君帮你全杀了吧 没想到却被小花生制止了 咱们都是有身份牌的人 怎么能动不动喊打喊杀吗 忽然一道娇柔的女生传来 大家千万别这样说话话 她不是那样的人 咦 这声音是何冰婷 只见小花生气愤的拍桌而起 老娘又没点住下水 怎么全是杂碎 连翘想说小姐我们都是有身份牌的人 别冲动 没想到直接被魔尊按住了脑袋 你就乖乖给本君当底座 别下去见我一身血 那小姐被欺负怎么办 放心 她早就不是曾经任人宰割的废物 小花生玩味的打句道 泽泽 真是不要脸 到处散播谣言的是你 出来装好人的也是你 只见绿茶一阵茶言茶语 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是在帮你 一一 小花生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你是想继续做我爹的一米 然后熬死老的逼疯小的霸占将军复杂 心事被戳穿绿茶 只能娇弱地挤出几滴猫尿 画画 我没有 我是拿你当亲妹妹 吃瓜众人纷纷感叹 太子妃太善良了 我要是太傅肯定被气到诈时 打死这个不孝你 优贺 段位提高了一点 小花生没忍住 单手捏住这只憋孙 再说一句 老娘就撕烂你的嘴 段男竟连忙互助和平庭 消化生 你疯够了没有 赶紧给平儿道歉 啪 只见小花生一个手滑 一板砖拍在渣男后脑勺上 渣男完全懵逼了 他摸了一下后脑勺 竟然被废人拍出血了 道歉你大爷 堂堂一国太子竟是个傻逼 别人生怕头上种草 你恨不得在头上种一片西伯利亚大草 当即又一板砖拍了上去 老娘的清白不重要 我爹的恩情你得用命还 没人知道 这砖头是他的本命神器死亡之连所化 渣男被拍到狂吐西瓜汁 留着你们的狗命 是我不想脏了手 你要懂得感恩戴德呀 以后别再往老娘枪口上撞 稳圆点 突然回头看向吃瓜众人 还有你 你方才说要是我爹 死了也要诈尸 小花生手上的板砖捏得嘎嘎作响 想诈尸吗 错了我错了 姑奶奶饶命 吃瓜那人早就吓尿了拼命的壳头 只有连翘和魔尊察觉 小花生身上的魔气快爆发了 魔尊当即一个翻滚东的一下稳稳落在肩膀上 下一秒化成一个小萌娃骑在小花生脖子上 本君饿了 快带本君去掐饭 他是曾经纵横三界的圣尊 只因太低调总是被人当成废人 什么 绿茶要撕他脸皮 那就一板砖拍死他 时间回到刚才 小花生差点入魔 没想到魔尊一个屁股蹲就把人唤醒了 谁让你骑老娘头上呢 下来下来 掠掠掠 我就不 然而小花生转身后 渣太子竟然开始装逼 廷儿别担心 好歹是本宫的恩师之女 本宫刚刚是故意让他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被小花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见吃瓜众人吹起了彩虹屁 哦原来如此 废人就是废人 太子真是宽宏大量呀 连翘忍不住吐出无数侧草惠墓 呸呸呸 不要脸 小花生走出馆子当即给魔尊买了一串葫芦糖 哼 谁要吃这种东西 您真香 连翘突然问小姐 要不要晚上去宰了那对狗男女 小花生一脸玩味的说 想杀他们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直接杀了我会很不爽 他已经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死法 文言手中的板砖都吓得瑟瑟发抖 连翘一脸狐疑的盯着那板砖 小姐 这是哪里挖出来的宝贝啊 还会抖颜 小花生淡定收起 哦这是我的本命神器死亡之怜 我怕被天界发现就给他换了个装 没想到用着挺称手的 时间来到斗林大赛这天 裁判宣布共有五关 第一关是最简单的抽签打擂台 点到为止 赢了可以进入下一关 没多久长老宣布抽签结果 柳然儿对战萧花生 柳然儿站立五千 萧花生站立未知 武器板砖 小花生突然就玩味的笑了 这该死的缘分呀 我好喜欢 连翘在台下为他打气 小姐你是最棒的 加油哦 加油个屁 抬抬手就能捏死他 吃瓜重人都想看一个废人如何被灭 那场面一定很搞笑 然而很快他们就会被打脸 柳然儿见对手是小花生 他高兴的语速都变快了 哈哈竟然是你这个贱人 不能杀死你 但我要把你的脸皮一片一片拔下来 让你不仅是个废人 还要被我慢慢折磨成丑八怪残悟 众人瓜子都准备好了 坐等小花生被扒皮 没想到小花生已经一板砖砸了过去 阿巴阿巴的 吵死了 只见柳然儿硬生倒地 就连一秒钟都没撑住 众人纷纷傻眼 啊这就很离谱 简直太毛骨悚然了 魔尊总结道 自古楼已死于话多 小花生一脸和善地问他 还好吗 柳然儿阴狠地怒吼道 不可能 你这个废人不可能打败我 您状态不错 小花生健壮继续按着他的脑袋磕头 砰砰砰的响声不绝于耳 啪啪啪地砖头砸下 柳然儿的脸直接被打歪了 牙齿也崩掉了几颗 狼狈地趴在地上 含糊不清地骂道 欠人 欠人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杀了你 魔尊调进了醋坛子 情敌见面对方是个大帅批 而自己是只鸟 时间回到刚才 另一个擂台含羞已经吓尿了 小姑娘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她可不是心疼绿茶 只是她还得靠柳家帮她夺皇位呢 裁判长老见状 就要盼小花生赢 且慢 只见小花生故意把腿送给她刺了一下 长老呀 柳小姐似乎还有一战之力呢 哼 紧接着又一板砖拍了下去 我觉得她还能再坚持一下 至少得不能动弹才算输吧 裁判像是被噎住了 呃 对 很好那我就继续了 哼 小花生又一板砖拍了上去 她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绿茶的骨头被砸得咔嚓咔嚓断裂 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见绿茶不能动了裁判之指道 够了够了点到为止 28号蓝牵消化生胜 小花生嘖嘖了两声 这就不能打了 还没完尽兴呢 随即转身离开 老娘从未招惹你 你说你为毛带着莫名其妙的恨意吗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板砖滴血未沾 柳然而却已经血肉模糊四肢断裂 只留一膝上存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她就是个丹田净废之人 却能从头到尾把刺激五戒 按在地上摩擦 有人惊呼 是板砖的问题 那肯定是个很厉害的上品名气 然而 韩羞连忙过去给柳然而喂丹药 萧化生 本王着实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心狠手辣 小花生根本懒得理他 然而摩尊却不高兴了 直接化生愤怒的小鸟盘在韩羞头顶 刷拉落下一坨新鲜出炉的响 只见韩羞一个机灵闪身躲开 哼 绿茶砸在地上彻底凉凉 死于一坨降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呃 魔尊大人 您还真是不择手段呀 哼 敢伤本君的人 找死 韩羞气的鼻孔冒烟大喊道 是你杀了然而 要不是你把他拍得只剩一口气 你可知他丁是谁 够了 只见韩楚飞突然拦住他 丞相那边我来交代 柳然而的死纯属意外 众多女子纷纷化身小迷妹 哇塞 是韩楚飞 中州最帅最年轻的毕王爷 只见九一少女的梦朝着小花生拱手作一 姑娘好手段 在下韩楚飞 小花生满脸诧异地盯着男人 奇怪 一个陌生人干嘛帮自己 他没说话 然而魔尊已经快酸死了 你再敢看这雄性蝼蚁一眼 本君就把你眼睛挖了 小花生这才反应过来 静止从他身边经过 谢谢你 再见 韩楚飞一脸懵逼 他好歹是中州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他竟然这么冰冷 每个想接近他的人 都会被这只鸟干掉 因为这只鸟是魔尊 地战里魔尊把玩着手中的苹果似有所感 越黑风高夜 杀人越祸时 小花生吐槽道 好好的赢什么事啊 还有 能不能别总变化体型 本君想变就变 你知道人类都是自私贪婪的 探见好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 小花生无语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艳人雨露又来了 下一秒只见魔尊手中苹果腐烂 今晚你就会看到人还不如这腐烂的苹果 与此同时一个黑衣人手持大刀 狗狗碎碎地蹲在小花生楼下 魔尊解释说 你两次越级伤人 早有人盯上你那块板砖 估摸着都以为是逆天神器呢 今晚这房间应该会很热闹 怕吗 突然玩味地抬起他下巴 指腹划过他脸颊 本君倒是很期待看你害怕的样子呢 嘖嘖 一定很有趣 没想到小花生反手在魔尊腹肌上画圈圈 有你陪着 我怕什么 你突然变回这副躯体不就是为了保护我吗 气氛瞬间暧昧起来 不得不说谭言除了性格有点狗 实力和颜值都无可挑剔啊 小花生感受着他颈部的脉搏跳动 他忍不住吸溜了一下口水 好想啃一口呀 下一秒腮帮子被捏住 你竟敢缠本君的身体 收起你那肮脏的念头 滚犊子 谁垂涎一只鸟呀 小花生小声嘀咕着 老娘只是想吸你的血罢 魔尊叮嘱道 别打草惊蛇 今晚把这些蝼蚁大杂烩了 深夜房门之鸭被轻轻推开 黑衣人忍不住嘲笑 哈哈哈哈 不愧是个废人 人家都在彻夜修炼 他竟然在睡大觉 下一秒魔尊猝不及防地翻身 将人挡在身下 黑衣人的尖刀狠狠戳在魔尊背上 然而他却毫发胃伤 谭言抬手拎起小憋孙 只听一声今天惨叫那人 瞬间化成疼墓 曲曲楼椅不费吹灰之力 没一会 又有一个人闯入 小花生又步了一次隔音节节 来人语气贪婪 上品灵气啊 如果老子得到手了 还参加什么斗灵大赛啊 哈哈哈哈发达了 紧接着指钉叉叉 毛骨悚然的声音传出 凄厉惨叫响彻房间 没一会人又消失殆尽了 他是魔尊 他是圣尊 两尊大神组队 竟然有人不怕死来抢宝贝 最后都变成魔尊手中粉末 杀了三十一个 魔尊突然觉得好无聊 不如换个新玩法 只见第三十二个人终于得手 他开心地笑出猪叫 哈哈哈哈 从此以后板砖在手 天下我有 而圣尊和魔尊正蹲在不远处做斗吃瓜 只见那人很快被一伙人围攻 你们想干嘛 老子有神器在手 谁挡过来我就拍死他 那些人满嘴原意道德 但藏不住眼中的贪婪 他跟萧化生是一伙的 那妖女心狠手辣 杀了他 绝不能让宝物落在妖人之手 小花生玩味地笑了 嘖嘖 这就是正派嘴脸 杀人抢劫都不影响他们装逼 谈言无奈地贪手 可惜本军布了隔音结界 这么精彩的大戏 只有咱俩看到 只见第32个人自信地拎着板砖战斗 板砖在手天下我有 我拍死你 咦 空爹吗 这竟然是一块普通的砖头 下一秒第32个人凉凉 死于偷到假货 第33个人正嘚嗖 抢到了抢到了 板砖是我吧 然而开心不过三个人 又凉了一个 只见第34个人偷袭了他 师兄得罪了 此时众人厮杀成团 凄厉的惨叫不离 血腥为铺天盖地的起来 圣尊谋底隐隐泛起红光 罪恶滋生的鲜血腥臭无比 却带着致命的诱火 下一刻冰凉的大手附住双眸 低沉的嗓音传入耳中 这就受不了吗 本军从不喜欢脆弱的东西 因为很容易捏碎 你现在就想被本军捏碎吗 小花生拿开手 勾起一抹邪笑 我说谭哥 您老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随即玩味地看向最后存活的种子选手 一脚送他去见阎王 有时候啊 逗逗老鼠玩 也挺有趣的 不是吗 老娘的本命武器死亡之连 阴火催炼天雷为石 天地都不敢碰一下 你以为抢到手就是你的吗 谭炎一脸玩味地看着媳妇 心底逐渐生腾起一丝疯狂的战力 忍不住想对他做些什么 一夜之间 包括淘汰者 有起码一百个来参赛的人 全都消失了 第二天一人一载 一边走路一边打哈欠 小魔尊太萌 路过的女人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绿茶突然走过来假装担忧 话话 听说昨晚失踪了好多人 好像都死了 你还好吗 卧槽这里面有瓜 吃瓜众人赶紧围过来 何平亭 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蠢啊 怎么昨晚 你也想来抢板砖不成 他表面是个废人 其实是个爸爸 然而小绿茶却三番四次想害他 泽泽 真是又菜又爱玩 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吧 只见小绿茶寒沙摄影地说 昨晚那么多人死 不会是被妖法蛊惑自相残杀吧 扎太子连忙帮枪 萧花生 肯定是你这个妖女 明明丹田尽废 还带着那么诡异的修为 哦后后后我真机智 如此一来 第二关我看谁敢跟你组队 绿茶算盘打得啪啪作响 然而却继续表演茶艺 话话 大家一定又误会你了 这可怎么办 没想到小花生淡淡喊了声 姐姐 绿茶麻了 什么 他竟然喊我姐姐 这是最后一声解交 你就等死吧 突然摩尊从温柔箱里爬起来 滚开丑东西 愤怒的小鸟竟然会说人话 此时裁判宣布第二关规则 参赛者可自行组队挑战幻灵秘境 通关后方可抵达真正的试炼之门 秘境中不论生死 能活着出来宝贝都是你的 只见宋玄站了出来 可以组队 那自然要与强者结盟 很快小花生就被孤立 呵呵 意料之中 小绿茶继续添油加醋 哎呀 姐姐 我也想带你一起 可大家似乎都对你有误解 没想到韩楚飞走了过来 我相信萧姑娘 咱们一起吧 这可把一些人猝死了 我去 原仓国的皇帝 怎么会跟妖女一起 嘖嘖 谁知道使了什么狐媚手段 什么 这个帅哥怎么这么闲 管他 我最喜欢气死他们 那么 组队愉快 小花生刚伸出手 我尊就阿八阿八个不停 天狗 装什么白莲花 敢让他碰你一下 本军分分钟捏爆这雄性蝼蚁 韩楚飞正想握住小手 小花生赶紧撤回 哎 熊孩子好像吃错了 韩楚飞亚麻呆在原地 呃 我是谁 我在哪 不过这姑娘真有趣 我喜欢 进入秘境后 小绿茶在心里嘀咕 小花生 这次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一回头 咦 人哪 卧槽 我好害怕 对面怎么那么多个我 妈妈呀 我要回家 而此时外面的老头却笑了 秘境中最可怕的就是有无数个你 要杀你自己 他是人界最强废人 然而却被一群装逼怪孤立在外 没想到进去后才发现组队就是个笑话 里面只有无数个要杀了你的自己 和拼廷被善妒地自己挖去灵域 扎太子被贪婪的自己狠狠灵域 宋玄被装逼得自己一次次打败 众人都被自己的妄念困在幻境中 然而韩楚飞却早早地穿过了幻境 同样轻松通关的还有小花生 我尊忍不住好奇 你没有妄念吗 小花生沉吟片刻 吸溜了一下口水 嗯有 公报和拼廷糖醋扎太子葱油盐龙娇 盐龙娇此刻是崩溃的 花擦 我就知道这坏女人 不止想喝我的鞋那么简单 出来后小花生没想到韩楚飞比她还快 这人真的不简单 两人很快看到三个诡异的黑洞 这天人三论才是真正的幻境入口 爱情友情亲情 萧姑娘想进哪个 看来你对这里很熟悉吗 韩楚飞点头 我的确参加过很多次 因为做皇帝太无聊了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嗯 看来这人真是来玩的 也不知道园仓国有这样的皇帝是幸还是不幸 随即走入亲情之门 韩楚飞有些失望 竟然是亲情 此时外界的观众喜上 无数人倒吸一口凉气 幻境中已经死了不少人 而榜单上最早进入天人三问的 竟然是萧花生这个废人 这可真是不得了啊 被众人议论的小花生此刻正以上帝视角 看着幻境里的自己和父亲 年幼的画画被萧松高高举起 那时她是世上最幸福的宝宝 她也是世上最幸福的父亲 后来爹爹时常要上战场 怕她无人照顾 便找来一个孤女陪伴 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她为最爱的姐姐捏了个小泥园 可姐姐却一脚踢开她 滚啊 脏死了 下人私底下都骂她傻子 说表小姐才是真正的太傅敌语 而姐姐也经常让容膜膜给她扎针 反正这傻子好哄得很 只计吃不计打 等太傅回来将这傻子洗干净 别看出表面伤就行了 那一年爹爹夺回了离天见 她说她有点累 可能要睡很久很久 让她照顾好自己 可后来她却丹田净匪 再也没有醒来 小花生下意识地想抱住幻境中的爹爹 却发现一切都是净花水月 她痛苦地捂着双眸 爹爹 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子欲养而亲不待 哎 萧花生 你可愿意永远活在你爹完好之时 即便你报了仇 你爹也回不来了 小花生忍不住吃笑出声 说的你能让我爹活过来一样 然而下一秒 萧宗竟然出现在身后 画画 爹爹在这里 圣尊的报复终于来了 他要告诉绿茶 他不过是猪雀灵蕴的养料 他要让他死在最爱的男人手上 时间回到刚才 小花生在幻境中看到爹爹又活了过来 他眼含泪花 一把扑进他怀里 久违的温暖 爹爹 画画好想你 萧宗也是一脸慈爱地抚摸着小花生的脑袋 承诺这次一定不会再丢下他 然而小花生却说 谢谢你的承诺 但我要离开了 他心中早有决断 只是还想再多看爹爹一眼 没想到还得到一个拥抱 已经赚到了 幻影脸色一变 竟敢戏耍于我 进来了还想走 你就陷入梦魇涌坠深渊吗 下一秒周围只剩下黑暗 小花生大吼道 喂 老不死的 快把通道打开 老娘赶时间 此时魔尊从温柔箱里爬起来 装神弄鬼的玩意 信不信本君把你的幻境拆了 那声音刚想说话 下一秒啪啪一声 幻境竟然直接裂开 他惊呆了 这恐怖的力量根本不属于魂元大陆 恭送二位祖宗 希望您二位以后再也别来了 回到现实 小花生突然嘖嘖两声 如此良辰美景 谭哥 咱们去送和拼婷上路吧 此时绿茶跌跌撞撞 从幻境中逃了出来 突然他看到段南静 身受重伤躺在不远处 殿下你怎么了 廷儿 见到你真好 本宫的灵运被挖了 小花生红唇微钩 幽呵 没想到恰巧撞上 提前安排好的大喜了 只见段南静一脸痛苦地说 廷儿 本宫已经是个废人了 以后保护不了你了 你有两个灵运 千万要提防那贼人 和拼婷一脸为难 殿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段南静深情地说 廷儿 不如把你的朱雀灵运给本宫吧 待本宫赢得头筹 将来必定许你一世宠爱 和拼婷彻底慌了 哦 他总不能说朱雀灵运是偷来的 会吞噬主人灵力和精血吧 陈寅片刻他还是决定挖灵运 如果太子倒了 他绝对没好日子过 强忍着痛苦 他破开丹田将灵运挖了出来 殿 殿下 廷儿的灵运给你 太子健壮深情地把绿茶拥入怀中 谢谢你廷儿 本宫定不负你 而不远处小花生看到这一幕吃笑出声 泽泽 好感人呀 随即套上黑斗篷遮住容貌 他出现在二人面前 强大的压迫感骤然降下了 只见他玩味地看向和拼蹄 这种时候告诉你 灵运是他自己挖的 情深四海都是装出来的 从头到尾你都只是个容器 会不会太残忍了 真是得罪谁也别得罪圣尊 他低血未斤 却让绿茶死在自己最爱的男人手上 姐姐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感觉如何呀 就在刚才扎太子和绿茶上演夫妻情深时 圣尊却突然出现戳破了太子的谎言 原来扎太子在幻境中被所有人唾弃 你不是对外声称双生灵运吗 你娶那女人不就是为了他的朱雀灵运吗 连个女人都摆平不了 于是他心意横 一刀挺向自己的丹铁 我一定要得到朱雀灵运 但他当然不会承认 怒吼道 你究竟是谁 竟敢污蔑本宫 小花生勾唇一笑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帮你炼化朱雀灵运 文言绿茶震惊 直接脱口而出 是你 暗示里帮我置换灵运的神秘人 扎太子更惊 置换是什么鬼 平安你骗我 你不是说那是你的天生灵运吗 可是你也骗了我 这两货炒得小花生受不了 老娘可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 安静点 万一炒到熊孩子睡觉 你们都得死 随即递出一把刀 断南静 只要你亲手杀了他 本尊帮你融合双生灵运如何 反正你没有真的挖掉自己的灵运 不是吗 绿茶死死的盯着扎太子 他不相信他会杀了自己 然而断南静结果到心中没有担忧 反而是狂喜 自己终于要得到双生灵运了 绿茶痛苦的跌坐在地 断南静 我把自己给了你 把太夫妇给了你 灵运也给了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然而扎太子却阴狠的勾起他下巴 我是爱你的 这还不够吗 哭 利刃贯穿身体 绿茶懵逼当场 好一个爱我就要杀了我 你上一秒还说要把我宠上天 下一秒就把我捅上天 然而小花生却怒吼道 不够 这一刀是我爹的 他还欠我一刀 扎太子当即拔出长刀 狠狠拉扯着血液 再次扎进已经变成马赛克的身体 此时小花生又故技重施 将朱雀灵运融入扎太子体内 快带着你的双生灵运滚吧 谢谢 谢谢尊者 只见扎太子连绿茶的尸体 都不要了杀鸭子溜走 和平亭像贪烂肉砸在地上 疼 尸骨的疼 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他眼神空洞的等待着死亡 然而扎太子走后 神秘人却折了回来 他在绿茶面前 接出斗篷下的真容 他对他笑得一脸和善 姐姐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感觉如何呀 绿茶空洞的眼睛突然聚焦 他浑身颤抖起来 居然是你 怎么会是你 小花生一字一句道 你什么你 本尊乃天界灵府的圣尊转世而来 那朱雀灵蕴是本尊的本命神兽 真要谢谢你这段时间 帮我把他养得朱元玉润的 其实你还算运气好的 你再放久一点 就会被他吸成干湿了 接下来断蓝镜会替你成为他的养料 随即一把掰断绿茶的脑袋 安心去吧 他很快就会下去陪你 绿茶到死都在后悔 要是他从小对小花生好一点 有他这么强大的人护着 自己又怎会落到如此下场 他恨自己贪心不足 真心挫服 真庆幸能跟萧姑娘组队 竟然看到这么大一出好戏 这是死队 圣尊让他们别乱动 但有人偏不信邪 然后就变成了一堆交谈 时间回到刚才 小花生震惊地发现 韩楚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了自己 你到底是谁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对萧姑娘并无恶意对吧 小花生胡一道 那你干嘛偷偷跟着我 韩楚飞轻笑一声 咱们是组队哦 我是光明正大的跟着 不等小花生反驳 男人突然凑近他压低嗓音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问姑娘的 姑娘却一直追问我 对我这么感兴趣 莫非是爱慕我 然而下一秒 魔尊吃醋了 直接喷他一脸口水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呃 骂得可真脏呀 韩楚飞无语 怎么感觉这球不是骂他 是想杀了他 可可 萧姑娘的妖兽真有趣 他在说话吗 小花生连忙给魔尊顺顺毛 顺便当起了翻译 他说你在胡言乱语 就把你原地火化 韩楚飞见状转移了话题 萧姑娘已经通过了天人三问中的第一问 还有两问会在合适的时机自动寻上 进入的人会失去记忆 一旦沉溺其中 就会永远困在梦境中 可是我在里面有记忆 小花生挑眉 是你指引我进入幻境的 难道是你动了手脚 只见韩楚飞一脸心虚 啊 没有没有 会不会是姑娘本就无情无爱呢 小花生玩味地笑了 哦或许吧 这货真是小奸巨华 看来从他嘴里什么都套不出来了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怪 莫非遇上鬼打墙了 此时韩修和一群参赛者出现在眼前 皇兄 你快看看 怎么走出这个枫树林 再不出去 好东西都被别人夺走了 众人就像找到了主星骨 眼巴巴地望着韩楚飞 然而小花生却观察着地形说 你们运气还真好 这是遇到沙镇了 韩楚飞一愣 沙镇 他以前从来没遇上过 其他人更是闻所未闻 其中一个女人嘲讽道 真要有阵法 王爷早就看出来了 要你一个废人在这装逼找存在感 而韩修也顺势跟小花生打招呼 真巧呀 咱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小花生根本懒得鸟榻 韩修气得把后槽牙都咬灰了 见女人 抱上我皇兄的大腿了是吧 竟敢三番四次无视我 而韩楚飞化身小弥笛 让他给自己讲讲 小花生也化身 萧老师讲起阵法之事 天地初开一切皆为混沌 阿巴阿巴 总之这两一阵只有入口 没有出口 哇塞好厉害好厉害 萧姑娘知道的真多 韩楚飞眼中的仰慕之情已经溢出来了 气得摩尊现在就想讨了他 小花生只能再次给宰顺毛 乖乖忙着呢 别闹 随即继续补充说 这里的一花一草都可能开启生门或者死门 所以千万别碰不该碰的 然而女人偏不信血 够了 废人 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他压根不信一个废人能懂得什么阵法 他一边挥砍树叶 一边嚣张地说 哎呀 我还活得好好的 废人就是废人 然而下一秒 只听咔嚓一声 他踩断一根树枝 骤然间一道雷电兜头皮下 轰隆隆 女人瞬间凉凉烧成焦炭 众人吓得面色铁青 一个个动都不敢动了 小花生勾唇一笑 嘖嘖 都说了 若是不小心动了不该动了 会被两翼震雷劈死 魔尊被迫当鸟而且泡在醋坛里 终于借着小世界变成人形 真是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就在刚才这个女人不听圣尊劝 把自己的小命给作死了 见证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将在原地 没人再敢小瞧圣尊 萧 萧姑娘 虽然我之前亲看你 但从未害过你 能不能帮帮忙带我们出去 小花生轻笑一声 不想死的就跟紧我 不要乱走乱动 别的不敢说 阵法那都是茫茫语啊 血族最擅长的就是阵法 于是众人捏手捏脚的跟在圣尊后面 他走他们就走 他停他们也停 他蹲下他们也蹲下 他挠挠瓜子他们也挠挠瓜子 他东找找西找找 惊奇地发现这里面竟然有无数个小世界 而这群人遇到的竟是如此厉害的上古杀阵 突然他拨开树丛说找到了 这里就是阵眼 哇塞 萧姑娘好厉害 韩楚飞真是越来越喜欢小花生 而魔尊真的猝死了 呸 大田狗 要你夸要你夸 小花生白了魔尊一眼 当即将手按在阵眼上掐动硬绝 急急如律律 给我现 下一秒一个巨大的八卦图出现在众人脚下 身后出现一黑一白两道门 此阵开启生死两门 不管进入哪道门 宝藏与惊险并存 你们是想进入生门还是死门 众人下意识地说当然选生门 生门极力 小花生勾唇一笑 你们到时候实力不够死了 可别怪我 毕竟这生死门会开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众人议论纷纷 反正待在这里必死 不如赌一把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之人 不会怪你的 然而韩修却朝着死门走去 我才不屑与废物为伍 随便你 小花生毫不犹豫走入生门 突然眼前一黑时间静止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 欢迎来到两医生门阵 无够温润而泽阿巴阿巴 摩尊怒吼道 瓦溜达 别给老子嗶嗶嗶嗶 幻境下的瑟瑟发抖 这祖宗怎么又进来了 我滚我滚 这就滚 下一秒小世界被启动热闹了起来 众人出现在一个村庄门口 而小花生震惊地发现 摩尊竟然就在边上 咦 你怎么在这 他急忙把他拽到一旁 你不是鸟醉吧 你怎么能随便出来 他在他十八块腹肌上 都摸摸细摸摸 这手感 这不是兽体 被天道发现你就死 不等他说完就被魔尊捂住嘴 别担心 逆境是一个独立未免 这里不受那老不死的管辖 众人疑惑 咦 这是哪里冒出的帅哥 刚才好像没见到他呀 小花生紧紧拽着 载往村子里走 阿阿 这是我大外甥 他腿长比我们先进来了 经过寒楚飞逝 魔尊故意撞了一下他 寒楚飞逝吧 男人压根不知道 这是刚刚吐他一脸的那只鸟 他笑得一脸温和 在下正视 而魔尊却刷刷刷地对他飞眼刀子 警告他别碰不属于他的东西 会死 受教了 寒楚飞啪地一下收起折扇 他感受到来自情敌的威胁 眼里也噼里啪啦地冒着火花 并教魔尊和父黑帝王 同时想给圣尊养老 这简直就是恋爱修罗场 小花生生怕两人当场开丝 拎着魔尊直接往村子里走去 只见画面一片祥和 乡村们都是没有任何伶俐的普通人 他们分外淳朴 似乎并未发现这里是秘境 小花生示意大家不要放松警辟 所见未必为真 突然有大婶热情地拉着小花生说 村里好久没来外人了 来来来 姑娘去我家掐饭 审给你们煮鱼汤喝呀 原本以为要战斗的众人 纷纷受到村民们的热情相邀 他们不知所措地看向小花生 小花生给众人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先按兵不动 但也不要忘了自己说的话 魔尊和皇帝一左 又为小花生保驾护航 只是这两货一路都在向对方飞眼刀子 主人没邀请你 你跟过来干嘛 也没请你啊 魔尊头顶瞬间爬满黑线 可恶 自己得想办法挤走这个黑心绿茶 彼时各家各户都上演着 淳苦温馨的营语 而小花生这边却是电光火石 魔尊和皇帝像两只即将开丝的恶犬 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菜刚上桌 两人就噼里啪啦开启了筷子大战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呃 这用餐氛围着实让人难以下咽 韩楚飞突然松手 你先请 作为一个高智商的老六 他才不会跟大侄子一般计较 哼 跟我抢你配吗 蝼蚁 魔尊正得意地炫着胜利的果实 然而下一秒韩楚飞已经夹着肉肉地到圣尊碗里 萧姑娘 你这么瘦多吃点 鱼眼最是鲜美名目 随即还不忘对魔尊投去一个嘲讽的眼神 该死的黑心绿茶 竟敢内喊我 等着瞧 当即把整盆鱼汤端到小花生跟前 本军方才为你试过了 很鲜美 赶紧都喝了 圣尊直接压麻呆狗蛋 心里的小人疯狂呐喊 救救我救救我 突然一个小娃娃跑来奶声奶气地说 娘亲 我下学了 他们是谁啊 大婶连忙喝止道 静儿 不得无礼 他们是客人 小花生挑眉轻笑 静儿是吧 你好呀 小娃娃天真的说 哥哥姐姐 你们都好好看呀 静儿好喜欢你们 轻松快乐的一天很快过去 时间来到半夜 所有人都在熟睡中 而一道小小的身影却出现在小花生床前 他拎着匕首 对准小花生的脖子就要砍下去 突然一根紫色皮鞭直接甩飞了匕首 小娃娃 你们夫子都是教你如何在半夜杀人吗 静儿不可置信地怒吼道 不可能 你吃了我家的饭 不可能还有灵力 小花生拎着小皮鞭勾唇一笑 灵力是什么 老娘杀你不需要灵力 此时阎龙礁是崩溃的 不要拿我当鞭子使位 我堂堂神级妖兽不要面子的吗 不喜欢做鞭子 那座绳子如何 小花生无视了阎龙礁的抗拒 直接把他掰扯 下一秒左右交叉狠狠地勒住小娃娃的脖子 这群村民白天都是和蔼的正常人 到了晚上就会变成吃人的怪物 圣尊仅用一根小皮鞭 就让小娃娃献出原形 他仰天嘶吼 娘 这姐姐要杀我 而大神此刻也化身为绿蛤蟆杀了进来 萧小之辈 我们好心招待你 你竟然要杀我儿子 拿命来 不等小花生出手 韩楚飞已经提着大宝剑倒在他身前 下一秒男人一抬手 绿蛤蟆便被一遭封口 然后回头露出一个太哭拉的笑容 萧姑娘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然而小花生却没有理会他 而是嘀咕着 奇怪 这两只丑东西好像在哪见过 此时摩尊这边也有一只小可爱爬床头 他正准备饱餐一顿 然而摩尊却突然睁开眼睛 小可爱被吓得捂住了樱桃小嘴 我滴个青娘呀 赚个外快都能碰上老大 不等他解释 摩尊一巴掌拍在小脑袋上 阴魂鸢容不下你了是吧 我让你让你 跑到这里客串 只见小可爱半截身子被拍进地里 但摩尊还在继续拍他 阴魂鸢 月鬼村 自都认不全 也敢跑出来兼职 小可爱瞬间就只剩半截脑袋在外面 大王别杀我 我错了大王 您走之后再也没人给我们投喂 每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突然有个神秘人 把我们抓到这里附在村民身上 白天他们骗修饰进来 晚上我们吃修饰身上的贪欲 实在太好吃 也就揪揪揪 就偶尔把人吞下去 摩尊立身问道 怎么样才能破阵 小可爱瑟瑟发抖 不不不 不知道呀 村民不记得白天的事 我们添一亮记忆也会清零 日复一日浑浑噩噩 嗯 抓我们的人太坏了 摩尊嘖嘖了两声 都学会成语了 正准备离开 小可爱央求道 大王啊 明天还是我 您能不能下手轻便 看我心情吧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连滚带爬地冲了出来 众人想想都后怕 还好有萧姑娘提醒 不然死的就是我们 也有人吃了一点食物 然后发现灵力就没了 韩楚飞扒光了死去的大婶 她一脸疑惑 奇怪 白天分明确认过村民都是人 现在身上竟然有魔器 而小花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三界最大的魔头就在这 有魔器太正常了 等等 魔头呢 突然韩楚飞声音狐疑地说 我们当中 少了一个人 众人扫尸了一圈疑惑道 咦 萧花生的大外甥呢 之前就觉得他出现的诡异 对对对 整天摆着一张扑克脸 一看就不是好人 突然小花生夺过身边人的长剑 摆出一副要宰了魔尊的姿态 若真是他 我绝不姑息 没想到下一秒却一刀捅进了 韩楚飞的心脏 男人满脸不可置信 萧姑娘 你为什么要杀我 而小花生却不急不慢地拔出肠 又捅了进去 他勾唇一笑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他有危险时 男人第一时间挡在他身前 而他却毫不犹豫刺穿男人的心脏 理由竟然是他知道的太多了 吃瓜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萧姑娘竟然杀了韩楚飞 而且语气怎么这么向坏人放狠话 没想到魔尊又吃错了 你们两天这么近干嘛 本君说过 别让我捉奸当场 什么叫捉奸当场 看热闹的全都化身尖叫机 卧槽 这里面一定有瓜 他不是萧花生的大外甥吗 莫非是三人虐恋 女主为爱杀男二 好一出禁忌伦理大戏 而魔尊却在继续讽刺 泽泽 怎么被扎了呀 难道他不喜欢鱼眼肉 都跟你说了 别碰不该碰的 不然会死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大外甥 你磕闭嘴吧 随即看向韩楚飞勾唇一笑 你根本不是韩楚飞 不然以我的实力不可能伤到你 我记得很清楚 你分明是在我后面入阵的 可我却是最后一个到村子 所以真正的韩楚飞根本没进来 而且我们都吃了食物 本该灵力全尸 我的修炼法门不在丹田 所以食物对我没用 而你为何也没有失去灵力 韩楚飞轻笑道 万一我的修炼法门也不在丹田了 而小花生却仿佛看穿了一切 是吗 所以你阻止我杀小怪物也是个意外 闻言韩楚飞露出诡异的笑容说 你果然有趣极了 我们阵法外检 紧接着身形化成碎片突然消失 嘖嘖 向游新生 一个幻象都这么凡人 真身一定是狗看了都想踹一脚 此时天地转瞬间极亮 小世界好像被重置了 小花生震惊地发现 自己再次出现在村口 韩楚飞像个没事人一样又出现在一旁 一回头摩尊也出现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他不会也是个幻象吧 小花生当即眼上了 咦 你怎么在这 他在他十八块腹肌上都摸摸细摸摸 这手感 这不是受体 被添到发现你就死了 没想到摩尊一把抓住乱摸的小手 往胸肌上一放 小花生尴尬地抽回手说 这里的一切到了白天就会重启 为什么他们记忆都被清零了 咱俩却没有 摩尊勾纯一笑 也不看看你的靠山是谁 敢在本君眼皮底下耍花样的 当今世上不会超过两个 行了别装逼了 小花生当即牵着载往村子里去 我大外甥 腿长掀进来的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嗯 我们还没问呢 摩尊再次撞向韩楚飞嘲讽道 你就是韩楚飞是吧 别白费心机了 小花生不喜欢吃鱼 只见韩楚飞满头问好 我还没说台词呀 小花生很无语 你特么幼稚鬼 干嘛跟个幻象较劲 你管我呀 本君今天必须扳回一局 这是一个上古杀阵 阵中之人会失去记忆 永远循环同一天 而圣尊和摩尊却拥有记忆 当晚摩尊本想再玩一次打地鼠 却发现换了一只魔物 他面色黑如锅底 暗想那会没失忆啊 竟敢诶骗本君 随即往小花生房间走去 如果他敢教唆其他魔物 欺负本君的人 本君今晚就把这里移为平地 然而房门推开的一瞬 魔尊亚麻呆住了 只见魔物们正在哼哧哼哧地 给小花生捶腿捏背 小地鼠连忙给魔尊比爱心 大王英明神武 大嫂童言俱辱 求您今晚别玩打地鼠 嗯 你倒是魔中翘楚 困在阴魂渊时在去采了 小花生正想说 谁特么是你们大嫂 突然房门被推开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花擦 魔物竟然给你们当牛做马 你们跟魔物是一伙的 小花生解释说 这些魔物虽然长得丑 但并无恶意 众人反驳道 谁说没恶意 我们吃了食物灵力全尸 被这些魔物四处追杀 那我们有伤亡吗 嗯 还真没有 既然它们够不成威胁 我们不如想办法出去 你说那寒楚飞 而寒楚飞却建议大家杀掉魔物 文言小花生勾唇一笑 哦 原来要杀掉魔物才能出去啊 我偏要跟你反着来 魔尊又吃醋了 跟他废话干嘛 直接杀了他 可是杀了他天就会亮 时间又会重启 大家的记忆会清零 我不想浪费时间啊 众人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重启什么清零 而魔尊也突然想起 小地鼠没有失意 追问下地鼠兄弟 从嘴里掏出一面阴阳镜 这是我在一个食材 哦不 一个修士身上收刮到的 使用后能让人的脑子清醒一段时间 魔尊嫌弃地接过镜子 所以只要给他们照照这镜子 天亮的记忆也不会重置是吧 嗯 再见小静静 文言小花生又一刀捅了韩楚飞 既然杀了你 大家也不会失意 那你去死吧 下一秒懵逼的韩楚飞 又变成碎片消失 众人发现外面突然天亮了 与此同时 魔尊将八卦镜照向大家 而他们也震惊地发现 自己竟然身处循环中 时间再次被重置 小花生回想起 刚进来是幻境说的那句话 污垢温润而泽 选择拳在你们手上 他突然眼睛一亮 我知道怎么出去了 他是魔尊 只要动动眼皮 依旧可以毁灭幻境 却非要用殉情的方式走出去 当时间再次被重置 小花生说自己已经知道 破除幻境的方法 之前他一直以为 污秽木猴而怪 指的是会磨变的村民 按理说杀了他们就能破阵 可时间重置后 死去的村民又会复活 而我们受的伤却不会消失 小花生突然看向魔尊 如果不是你 我的记忆也会被清除 最后在无限循环中耗死 魔尊冷哼一声 知道本君的厉害就好 众人回头望去 咦 韩楚飞怎么不见了 他竟然没跟村民们一起复活 这也让小花生更生气 靠 这坑货绝对是早就知道 出去必须找他算账 而众人也迷茫地看向小花生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想到魔尊也知道了破阵的方法 可他根本不想带着一群脱油品 只见他搂着小花生说 本君带你出去 而小花生也想知道 他说的办法是不是自己想的那个 你知道出去的办法怎么不早说 魔尊回想起 昨晚跟小弟鼠的对话 他也是昨晚才逼问出来的 原来想破除阵法必须自杀 可是人又有几个敢杀了自己呢 而多年来也只有一个人破除了阵法 当小花生问到那人是谁时 吃醋的魔尊直接摇头 他当然不会告诉他那人是韩楚飞 众人见状纷纷打起了退堂 先不说自杀能不能出去 万一一刀下去直接归系了怎么办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而此时谭烟又带着他的艳人语录来了 早就跟你说人都是险恶的 遇上这种事就想让你第一个去死 小花生无语地看向谭烟 也不知道他从前经历了什么 竟对人性这么失望 不过自己相信人有善恶 只见他拿起一把剑就要杀了自己 没想到一个少女却夺过长剑 架在自己脖子上 他颤抖着声音说 小花生 没有你我们可能早就死了 这次就让我先探探路吧 然而此时一个大汉已经用笔 在脑袋上开了个洞 他大笑着说 老子先来 怎能让两个小姑娘以身是血 下一秒众人纷纷愣住 只见死去的尸体画作废片消散了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真的可惜 小花生摊手轻笑道 看到没谈歌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的 你想让本君对他们改观 而小花生却歪着头嘖嘖两声 我只是对你的过往好奇而已 只见摩尊剪起长剑 一把将小花生搂入怀中 紧接着一剑贯穿两人的心脏 不必好奇 你有仪式的时间可以慢慢了解 圣尊竟然回到了天界 可他却失意不认识谭烟了 然而就在刚才 谭烟抱着圣尊一剑贯穿了身体 画成碎片田 他轻声对他说 本君只能在不受天道管辖的地方显露真身 你在外面要乖点哦 下一秒回到现实的魔尊又变回了一只憨憨大睡的鸟 传送是随机的 小花生震惊地发现阵中人全都不见了 而韩楚飞似乎早就再次等着自己 回想起阵中的幻想 小花生没好气地直接戳穿他 别搁这演戏了 颜仓陛下 还是应该尊称你一生守门人 韩楚飞有些诧异地轻笑一声 原来你都知道了 萧姑娘 慧极必伤 太聪明可不好 这可不是他聪明 是颜龙娇当当告诉他的 能被选为守门人 说明他当初闯天人三问时 道心就稳固地可怕 只见韩楚飞一抬手召唤出三道门 看样子 第二问你是不需要我的帮助 这次要亲身经历哦 没有记忆的那种 这第二问是欲望之门 分别对应贪欲情欲食欲 萧姑娘请选一个吧 而小花生毫不犹豫走进了食欲之门 韩楚飞嘖嘖了两声 怎么他每次选的门都这么出乎意料 进去后小花生直接掐着颜龙娇咆哮 你早知道他是守门人 干嘛不早告诉我 颜龙娇可怜兮兮地说 你听我狡辩 我之前睡着了呀 魔尊当即给媳妇撑腰恐吓道 别耍滑头 不然本君让你这辈子化不了龙 颜龙娇哭唧唧 蛇蛇这么耿直 怎么能怀疑蛇蛇 小花生笑眯眯地夸赞道 你们俩真是我的卧龙凤厨呀 然而下一秒小蛇蛇 却换了一副面孔 哼 我有记忆他没记忆 我不耍滑头是乌龟 他朝着幻境游去 让我看看那女人 躲在哪里啃树皮喝脏水 哈哈 没准再跟野狗抢吃的 可是等等 自己怎么变成了盘中餐 侍女恭敬地端着盘子说 恭请圣尊用善 刚刚还想做老六的蛇蛇 简直目瞪蛇呆 天天天呀 这是哪里啊 这辉煌霸气的大殿 这仙气缭绕的空气 莫非这里是天界 不可能不可能 天人三问是直击心魔的考验 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有这种至尊体验 然而下一秒 一只叉子摁住了他的七寸 小花生嫌弃地看着小蛇蛇 从哪里献上来的土特产 一个食材这么过躁 小蛇蛇已经吓成了痘痘眼 求 求痘一麻袋 谭炎大人救命啊呀呀呀 不 我要是死了 他出去就没血喝了呀 只见魔尊不耐烦地化成一抹高大的身影 该死的虫子 竟给本君找麻烦 严龙骄欲哭无泪 他不过是想做一回老六 竟然差点送掉小命 小花生瞳孔猥琐 他竟然没发现这人是何时进来的 你是谁 四目相对两人死死地盯着对方 谭炎能感觉到他长相没变 但气势和实力简直是云泥之别 吃瓜蛇暗想 下一秒是亲上去 还是打起来呀 幻境中圣尊回到天界失去记忆 可却尊从本心地觉得魔尊好看 两尊大佬深情对视 这画风直接把严龙骄颗疯了 哦哦哦哦 圣尊的病骄难闯 和魔尊的霸道骄妻 亲上去亲上去 魔尊猴姐滚动 忍不住烧红的耳根 没想到圣尊却说你的东西割到我了 下一秒一条紫色小蛇蛇被扔了出去 蛇蛇在心里吐槽 TMD啊 受伤的总是我 只见小花生单手勾着魔尊的衣服 让他蹲在自己跟前 挑起他下巴玩味地打去道 害羞了吗 以前从未见过你 从天牢里逃出来的 然而魔尊扑斥一下笑出了猪叫 啊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以前是这种画风 说着就躺在小花生身上打滚 大胆狂徒 找死 小花生下意识地就要杀死这狂徒 阎龙娇一脸期待 打起来打起来 泽泽 不死不休 大战几百回合的虐恋终于要来了吗 然而下一秒小手被摁住 魔尊一脸并娇地警告道 念在你失忆了不跟你计较 但你任性最好有个度 小花生压麻呆住了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换做别人敢这样挑衅自己 早就死上八百回了 可自己对这小白脸却下不去手 只见魔尊慵懒地靠在王座上 随手拿起一颗灵果哼哧哼哧地啃了起来 小花生盯着他忍不住吸溜了一下口水 泽泽 这男人长得该死的好看 美色无人呀 我一定是饿了 当即打了个响指轻声说了声 血奴 奴婢在 只见一个妖艳的男人软弱无骨地趴在圣尊腿上 阎龙娇张大了嘴巴 他想说不能吸血啊 这是食欲的考验 吸了就出不去了 但转念一想 不对啊 出不去正好 那我就自由了 小蛇蛇眼珠子一转当即有了主意 我来点你加点猛料 哦吼 男人与蛇智谁能顶得住 下一秒爬到血奴身上施掌幻术 血奴魅惑的声音传出 请尽情吩咐打起 哦不 请尽兴享用吧圣尊 小花生眼神炽热地盯着男人 弯下腰抬起他的下巴正准备用餐 没想到魔尊又吃错了 直接把小嘴掰过来说 这是最后一次 再让我看到你对别人露出这副饥渴的模样 我会让你知道后果 下一秒狠狠地把圣尊摁尽怀眼 对着小蛇蛇和血奴怒吼道 还不快管 圣尊小拳拳捶打着魔尊 竟敢打断本尊进食 我要吸血呀 小吃老快放开我 魔尊轻声安抚着 好了好了 小东西给本君怪一点了 突然脑海中闪过什么记忆碎片 他猛地闭上眼睛闻着男人身上的味道 好香呀 那种渴望血液的沸腾感 让他难受到像是中了人间那种低劣的祖传秘方 他下意识地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张嘴露出小虎牙就要下口 下一秒男人往后一锁 他嗷呜一口咬在铁疙瘩上 哦不 那是魔尊的手 魔尊警告道 不许吸 忍着 他是纵横三界的血族圣尊 吸血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可这个狂徒却一再阻止 甚至把手给他咬 即使这样 他也忍不住往狂徒身上蹭 因为他好像一块大冰驼 想吸血的冲动缓解了不少 让他想更贴近一点 魔尊抬起他的下巴 眼神古怪地打量着少女 原来他这种状态 是这副模样 少女柔柔无骨地挂在他身上 魔尊忍不住抱住小蛮腰 心里有种奇怪的情绪在发酵 他不想让别人看见这样的他 而小蛇蛇却突然吐槽说 花擦 你们这是食欲之门吗 是不是进错了 魔尊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蛇蛇 快滚出去 滚滚滚 我现在就滚 小花生揉了柔脑瓜子 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他在干嘛 静在眼前的血不吸 偏偏要忍耐 魔尊轻声安抚道 我的小花生 吸了你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身处幻境中失忆了 如果无法战胜食欲 将永远困在这里 闻言小花生一把推开男人 简直鬼扯 以为本尊会信你吗 魔尊一贪手 那你去啊 小花生气鼓鼓地冷哼道 血奴都被你赶走了 我还去什么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堂堂圣尊还要忍记挨恶 我出不出去又有什么区别 有道理 魔尊冷笑一声露出脖子 来吧 你不是对本君垂涎已久吗 少女吸流了一下口水 熬屋就是一口 嗯真香 门外的小蛇蛇闻着这股味道 享受地眯起了眼睛 嗯 魔尊的血好香 那你 魔尊的血 妖兽了你们 小蛇蛇直接目瞪蛇呆 魔尊大人 你这样帮他 会对他不利的 他这样还怎么出去 不利 魔尊冷笑一声 区区一个幻境 他想完 本君就陪他找乐子 当真以为能困住我们 下一秒他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响指 此时正在悠哉喝着下午茶的韩楚飞 发现食欲之门开始颤动 只见小花生这第二问的食欲之门竟然直接炸了 惊得他一口老茶直接喷了出来 炎龙交一阵无语 呃 他好像忘记了 这位魔头可是几千年前 无数至尊高手以命魂自爆才能封印起来的大魔头啊 他见不得他受苦 冲关魏红颜直接炸了食欲之门 小蛇蛇嘖嘖感叹 魔尊真牛逼 又忍不住啊 呸呸呸 我脑子有病 竟然崇拜霸凌我的人 只见韩楚飞亚麻呆住了 暴力通关 萧姑娘你到底做了什么 他亲眼看到第二问被炸了 仿佛天人三问在惧怕什么刻意放水 小花生想起幻境里的事情偷偷红了耳根 连忙摇头说 我不知道呀 全忘了 韩楚飞见他一脸无辜也没多想 毕竟那么恐怖的事情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看来姑娘是有缘人 那萧姑娘请进入第三问吧 杀父之恨夺妻之恨灭门之恨请选一个吧 小花生直接选了夺妻之恨 他倒要看看他一个女人是怎么被夺妻的 然而下一秒三扇门竟然跟见鬼一样全部关闭 只见小花生一脸无语 我弃之恨不让选就算了 为麻其他两扇门也不让进 韩楚飞直接惊呆 这这这 萧姑娘你有血海深仇未报 天人三问承载不了你的恨意 血海深仇 只见小花生突然不受控制的落泪 心底有一闪而过的痛感 我为什么 我究竟是忘记了什么 突然含羞带着一群参赛者跑了过来 一女子满脸感激地拉着小花生说 多亏萧姐姐我们才得救 听说参赛者里出了摩羞 所以秘境会提前开启送我们出去 摩羞 小花生扫尸一拳 突然震惊地发现韩羞正在阴冷地盯着自己 不等他多想 韩羞突然低声道 萧花生 你羞辱本王还杀了然而 本王一定不会放过你 是吗 那我等着 下一秒小花生边上突然出现一道裂缝 背后一只大手直接将他推了进去 身体急速坠落 谁替MP推了老娘 哎呀呀呀呀 谈烟救命呀 只见一只愤怒的小鸟迅速从温柔箱里飞出 我冲鸭 媳妇等我 然而化成人形后 他却没有接住小花生 小蛇蛇的身体都扭成了一个八字 好球 这个入水姿势我给八分 摩尊恐吓道 如果他死了 我马上顿了你 闻眼小蛇蛇当即变大 姑娘别怕 我来救你了 小花生怒吼道 你明明能接住我 干嘛眼睁睁看我掉下去 摩尊摇头 我不知道呀 全忘了 小花生回想起自己跟韩楚飞的对话 暗想原来这伙小心眼在记仇 突然他别扭地转过脸去说我没忘 总不能跟他说我们在里面的事吧 文言魔尊勾纯一笑 这次原谅你了 随即捏起他下巴直接附了上去 警告说下次不许忘了 小花生推开他转移话题 咳咳 这是哪里 吃瓜蛇解释说 烈焰洞 我住的那片岩浆就是这里的一块岩浆石形成的 这里连接着明界第十六层火山地域 阴魂渊里的都是死魂 而这里却是生魂 生死魂不散 特别凶残 小花生被推进满是生魂的烈焰度 却莫名其妙被魔尊轻了 小蛇蛇尴尬地咬头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这里 只见魔尊被推开压麻呆住 我到底在干嘛 然而下一秒 小花生却震惊地发现一道生魂直接冲了过来 他猛地往后一弹 一蹦三米高蹦到魔尊怀里 你抓他呀 你抓我做什么 他对这里熟 没准你就是他杀的 魔尊嘖嘖了两声 没想到本君养了个小白眼狼 那道生魂扑向魔尊的手将在原地 娜尼 弹弹 弹烟 妖兽了 怎么又是这个变态呀 下一秒毛骨悚然地滋滋声响起 那道生魂直接被烤焦了 而弹烟却笑得一脸和善 没想到几千年过去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蝼蚁还是这么好玩啊 他那仙仙玉手直接拎起生魂的脸蛋往下一拍 然后又拎起来又拍 生魂发出杀猪般的哀嚎 而魔尊却笑得像个变态 哦哦哦哦 有意思真有意思 只见所有生魂下的大气都不敢喘 而小花生和小蛇蛇则美滋滋地吃着串串在唠嗑 所以这些生魂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高手 何丽沙坛烟失败了才被他扯出魂魄扔进这里 嗯 对啊对啊 那可是一场一对百的惊世大战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 蛇蛇我呀 当年就是他霸凌的对象 他说看在我长得那么丑的份上不吃我 音音音 没想到魔尊突然抢过媳妇的串串说 嗯味道好极了 不知道蛇肉串味道如何 小蛇蛇心里咯噔了一下 回忆起被魔尊涮火锅的日子 他好想骂一句有病呀 但他不敢 可能是爱情让魔尊温柔的原因 他都忘了这变态本来的面目 突然小花生的神识中传入一道古怪的声音 救救我救救我 你们听到有人在求救吗 没有呀 小花生咬牙 竟然只有我能听见 你是谁 那道古怪的声音还在继续 老夫被困这里千年 已经忘记自己是谁 但你若能救我 我会帮你修复丹田 还能带你们出去 小花生沉吟片刻 暗吩咐找到那具躯体 接下封印的羞众 只见那躯体瞬间碎裂 一道黑雾大笑着自由啦自由啦 随即钻入小花生丹田处 姑娘莫怕 我需暂时在你的丹田里养魂 顺便助你恢复丹田 小花生满脸震惊 这大爷好像是个大人物呢 咱们不会谈上市了吧 谭嫣低笑道 花里胡哨的蝼蚁 下一秒眼前一黑 一人两兽凭空出现在外面 含羞看得目瞪狗呆 而小花生誓笑非笑地盯着他说 我没死在里面你很失望吗 我再杀十个魔修都不是问题呢 而韩楚飞却震惊地发现 小花生的丹田内竟然有强大的魔器 这是一块能测出魔器的精石 而圣尊体内却存有强大的魔器 难道他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此时众人汇聚在第二关出口处 短短一个月 进去的百来人竟然只剩下十几个人 有人惊呼 一定是魔修 魔修就混在我们中间 而小花生也发现韩楚飞正盯着自己 喂你看我干嘛 看你老弟啊 他那熬夜打亡者的黑眼圈 还有愤世忌俗的死鱼眼 他更像魔修吧 同样盯着他的还有宋玄 你一个废然 怎么没死在秘境里 小花生却意味不明地看向渣太子 呦 你的太子妃呢 回忆起秘境里的一幕 太子装出一副深情的模样说 进去后就没看到廷儿 我一直在苦苦寻他 小花生勾唇一笑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渣太子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此时长老将众人带到一处测试台 为了排查你们之中是否存在魔修 请将手放于金石上 这块金石可以测试灵力 但检查到魔器就会变成黑色 没想到韩修第一个上前将手贴在金石上 片刻过去 金石竟然并未出现异常 只见他得意地看着小花生 到你了 而小花生正古怪地盯着他 怎么会不显魔器呢 现在没有证据 只能静观其变了 只是当他靠近那块金石 却震惊地发现 丹田里的老头正在排斥这东西 莫非那家伙是魔 怎么不放上去啊 不会是害怕吧 小花生有些迟疑 要是在这里出现岔子 就拿不回爹的本命神器了 突然韩楚飞一把拉回他的手说 萧姑娘丹田破损无法修炼 不可能成为魔修 这金石不测也罢 小花生更诧异了 他为什么帮我 还是说他知道了什么 然而此时长老却直接释放出灵力查探 这姑娘丹田完好无损 闻言小花生心里咯噔了一下 靠 丹田里这老头真是坑死我了 要怎么蒙混过关呢 为了赢我竟然不惜成为魔修 丹田就是魔修帮你修复的吧 然而小花生的小迷妹立马反驳道 萧姑娘之前在秘境救了我们 她不可能是魔修 要不说关键事后还得靠魔尊 她拔了一根羽毛地给小花生 吵死了快点搞完 就在纵人议论纷纷时 小花生已经将手放在金石上 既然各位要结果 那我试试又何妨 可没意会金石竟然变成了黑色 全场一片哗然 她是魔修 她果然是魔修 然而下一秒那块测试灵力的石头竟然碰 小花生笑眯眯地说 哎呀 一碰就碎 看来你们风云萌的东西质量不过关呢 圣尊的小迷妹深吸一口气 吓死宝宝了 原来是测试石坏了 走出测试台后 小花生拿出那根羽毛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石力啊 测试石都碎了 魔尊嘲讽道 本君的石力早已超过这个世界的认知 岂是区区石头能承受住的 刚刚那些人污蔑你杀了便是 干嘛跟他们浪费时间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凶猛的妖兽 他是血族圣尊 向来看不起人类的等级 可是只要他想 就可以立地连升三界 却可直接看傻了孩子 就在刚才一只凶猛的妖兽突然冲向圣尊 发擦 什么东西 速度好快 小花生面色突变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巴掌拍飞 他起身猛地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什么鬼啊 老娘可是成吉实力 竟然没法抵抗这妖兽一招 只见妖兽的大掌再次从天而降 眼看就要个屁了 小花生正准备咬破指尖 化血症困住他再说 突然一男子从天而降 只见他手持法器掐动硬绝爆合了 夜处 还不束手就起 下一秒法器骤然变大 直接怼着那妖兽兜头撞 那妖兽发出惊天嘶吼 却再也嚣张不起来 小花生看着这一幕有些震惊 这人竟然一招就降服了妖兽 白雨一脸憨憨样 询问到师妹没事吧 师妹 她误以为我是风云萌的弟子 我还在参加斗龄大赛 不过目前的确有入院资格 哇塞 你还在参赛期间就有资格入学院 那你一定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天才吧 到时候欢迎加入我们武学院哦 天才吗 小花生突然垂下眸子 心中忍不住自嘲 自己算哪门子天才啊 他自诩圣尊 看不起人类 可刚刚这个人类动动手就能降服的妖兽 而他在那妖兽找下 根本扛不过一招 他一路能就会负起杀死和兵体 都是因为自己有圣尊的原神 魔尊坐靠山 严龙骄在手 自己从来看不起区区人界的等级 可没有等级 自己又算什么 突然白羽瞪大了眼睛惊呼 师妹师妹 生了 你生了 只见小花生周身的天地灵气突然暴动 橙色渐渐加深 成吉五阶破 成吉六阶雪 成吉七阶纸 白羽看得目瞪狗呆 连连连 连升三阶 师妹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花生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突然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谢了师兄 希望有一天 我能真正有资格被你称为天才 白羽一脸懵逼地看着他突然立地升级完就走了被 刚刚发生啥事了 怎么就突然误了 难道这里是什么风水宝地 想到这里 他找了个干净的地方盘腿坐下餐物 然而他不吃不喝大小便都原地解决 却一阶都没声 呜呜 地方还是好地方 一定是我悟性太差 没办法与天才师妹比 小花生简直目瞪狗呆 他不会一直都没走吧 嗯 能看出这人脑子不灵光 呃 这次怎么不叫他雄性蝼蚁了 本君不跟傻子一般见识 圣尊秒变夹心饼干 左手一个白羽右手一个韩楚 温柔箱里还有个正在吃醋的魔尊 时间来到斗林大赛的最后一关 风云城口聚集了剩余的参赛弟子 宋玄和渣太子被一群参赛者围着吹彩红屁 小明妹忍不住吐槽 呸呸呸 真虚伪 小花生勾出一笑 有时候被捧得越高 摔得就越狠呀 突然韩楚飞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小花生刚好想问他魔修茶的怎么样了 韩楚飞沉吟道 最近查到边境那边时不时会有人失踪 死前被抽走魂魄四肢禁肺 像是魔修所为 所以这斗林大赛的最后一关便是边境除魔 既是这么危险的任务 让我们这群新人参赛者过去 岂不是去送死 韩楚飞突然指向天空中的飞船说 风云学院的那门弟子会跟我们同行 只见白羽带着几个弟子们飞身落下 他笑容谦和地和大家打招呼 众人纷纷惊呼 快看 是白羽师兄 他可是风云榜前十呀 听说他是个修炼狂魔 天哪 他看起来好温柔呀 而宋玄此时在心里嘲讽 内门的师兄可不是你们这群愣头青能高攀的 当即高傲上前打招呼 见过这位师兄 相信这次之行 有我和你们在 绝对能带领大家抓到魔修 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内门弟子的夸赞 然而白羽却一脸懵逼的问道 你是谁呀 小花生忍不住扑斥一下差点笑出声 白师兄 干得漂亮 而宋玄厚着脸皮还在继续套近乎 我叫宋玄 想必白师兄也是听过的 没想到白羽却说没听过 一旁的师弟连忙打圆场 抱歉师妹 白羽从来不计人了 他一心只想着修炼 闻言宋玄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没关系 然而打脸总是猝不及防 只见白羽像只大金毛 正热情地朝着小花生摇尾巴 师妹师妹 天才师妹我们又见面了 只见众人纷纷目瞪狗呆地看向小花生 天哪 他竟然称小花生为天才 他俩好像很熟业 小花生一阵无语 你们干嘛都盯着我呀 我不认识这个傻白田谢谢 而宋玄感觉难堪到极致 他阴读地盯着小花生暗想 李赛没碰到我算你好怨 这次我看你这个只会勾引男人的狐妹子 能嚣张到几时 不久后飞船缓缓朝着边境飞去 而小花生所在的包间内 左边坐着一路都在套近虎的白羽 右边坐着时不时搭话的韩楚飞 温柔乡里的魔尊气炸了 让本军出去 本军要宰了这两只雄性蝼蚁 小花生按着温柔乡亲声安抚着 谭哥 你再不安生点 我的衣服要被你扯破了 那你不许坐在中间 离他们远点 嗯 知道了 他当即起身往外走去 然而刚走出船舱 就看见韩修周身魔气缭绕 韩修 果然是你 只见韩修回头露出诡异的笑容 姐姐姐 我来了 我把他们都带来了 渣太子竟然打起了圣尊的主意 魔尊的醋是吃不完了 时间回到刚才 小花生发现魔气缭绕的韩修正想抓个现象 突然被身后一只大手捂住嘴巴 韩修一回头 咦 刚刚是谁在我身后 小花生低声道 你拦着我干嘛 你早就发现你弟弟的不对劲了吧 此时魔尊化身愤怒的小鸟 熬屋就是一口咬下去 嘶 你这妖兽对我有很深的敌意啊 别岔开话题 韩楚飞点头 嗯 早就发现了 小花生满脑子问号 那你 哎 可他就算是魔修 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好歹是我弟弟 我要是手扔他不太好对吧 小花生正想说 哼 就知道你想包庇 没想到韩楚飞突然笑咪咪的说 我顶多算个收拾的 呃 皇室无亲情 古人成不欺我 有这样的皇帝 元仓国迟早要亡 说吧转身离去 小姑娘晚安 嘶 这鸟咬人好疼 飞行器很快便抵达边境 白宇吩咐道 诸位 接下来我们兵分两路行动 实力弱地跟着我进村子打探情况 另一队由楚公子带队在外围排查 小花生本想跟着韩楚飞的 但他突然震惊地发现村子里有魔器 奇怪我怎么会对魔器有感应了 只见扎太子色咪咪地盯着小花生 嘖嘖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女人美得如此心惊 早知道当时一起收了她 而宋玄紧紧地盯着扎太子 不行 我跟玄机太子结盟了 不能让狐妹子把她勾走 气氛十分诡异 宋玄盯着扎太子 扎太子盯着小花生 而魔尊盯着韩楚飞 要是媳妇选她那边 就狠狠地捉她 没想到小花生却静止走入了白羽队伍 扎太子健壮也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 就连宋玄也跟在后面 韩楚飞在心里阴阴阴 干嘛让我带队 我也好想跟着萧姑娘 众人刚走进村子 扎太子就上前搭讪 现在你姐姐下落不明 我作为姐夫应该多照顾你 宋玄极度地咬碎了后槽牙 真是的爱勾引人的狐媚子 连自己姐夫都不放过 圣尊可不惯着她 兜头就是一儿时铲过去 你特么有病吗 老娘看起来好欺负是吧 宋玄不敢置信地盯着圣尊 你竟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要挑日子吗 宋玄正想一巴掌还回去 没想到白羽却出手按住了她 这位宋师妹 你出口伤人在先 要是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 宋玄面色难堪到极致 白羽 你竟然也色迷心窍 等我师尊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 小花生嘖嘖了两声 真可怜 还等着你师尊呢 他的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不可能的 你骗我 小花生一摊手吃笑道 你师尊在阴魂院偷东西被魔头秒了 我亲眼所见 你最好消停点 小心作死把自己给作没了 宋玄不敢置信地贪跪在地上 师尊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这群村民不吃不喝 就连大小便都原地解决 就为了吃掉路过的修士 而此时圣尊也察觉到古怪 魔器就是从那间茅草屋传出来的 师兄 我去那边看看 嗯 他走进茅草屋敲了门没有任何反应 正当他要破门而入 房门之下一声被打开 只见一个面容诡异的老人探出头来 姑娘 有何事 小花生震惊地发现房间实在甚人 烟囱里刚刚冒着烟 但灶台却已经结了厚厚的猪王 难道他平时不吃饭吗 此时魔尊从温柔箱里探出脑袋传音道 这老太婆气息很怪异 是人非人 不是你现在能对付的 知道了 我会见机行事 他对老人家笑了笑 婆婆 我想跟您打听些事 老人家点头 不过在那之前 姑娘愿意进屋听我讲一个故事吗 好 就在圣尊踏入茅屋不久后 白宇终于震惊地发现 刚才还好好的大片茅屋 此时只剩下一片荒芽杂草 糟了 天才师妹被茅屋吃了 茅屋呢 茅屋怎么凭空消失了 他满脸焦急地化这师父 师妹你放心 哪怕我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会就你出来 然而下一秒空间扭曲 只见圣尊又悠哉悠哉地凭空出来了 呦 这是什么造型呀 在干嘛呢 白宇亚麻呆住 我再救你 呃 谢谢 可是我还没开始 突然他警惕地拽着小花生问道 师妹 你没事吧 这村子太诡异了 像是某种阵法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小花生看着手里的金锁说没事 刚才那古怪的老人家 似乎对他并没有恶意 只是将这把金锁交给他 还讲了个没头没尾的聊斋故事 话说婆婆的孙女小芳和大牛情投一合 有一天小芳救了几只受伤的小动物回家 后来小芳就死在成亲前一夜 只留下这只金锁 白宇一脸无语 就这样没了 真的没了 呃 这叙述方式真草率任性 别管了先去和其他人会合吧 然而两人走出村子后 角落里突然出现一群很吓人的村民 大主 我们为什么不杀了这两个恶心的修士 老婆婆沉声道 那姑娘的身上有尊贵的魔主血脉 只是还未被激活 闻言其他人双目星红 魔主他 会为我们报仇吗 老婆婆没有回答 只是喃喃道 金锁和他的那把银锁有感应 希望那姑娘找到他 阻止他 而小花生和其他人会合时 另一队已经死了好多参赛者 他们各个死相凄惨四肢被折断 小花生忍无可忍地拽着韩羞怒吼道 你害死那么多人 我早就该宰了你 突然那把金锁滑落在地上 只见韩羞发疯似的想去抢夺 他诡异又嘶哑地喃喃道 还给我 还给我 圣尊劝宋玄别作死 但他却抢走圣尊的金锁 哈哈哈哈 金锁在守天下我有 然而下一秒 宋玄的身体直接被贯穿 时间回到刚才 韩羞看见金锁就发疯地喊着 还给我 几个师兄只能合力将气扣住 而小花生看着金锁却陷入了沉思 他认识着金锁 他不会就是老婆婆说的大牛吧 韩楚飞 你就这么看着你老弟发疯吗 韩楚飞一摊手 他可不是我老弟 老弟的神魂的确还在他皮内 但很快就会被夺射了 小花生压麻呆住 大哥你的无情言论竟让我无言理对 然而此事轰隆一声巨响 韩羞突然暴走 遮天蔽玉的魔器兜头压下 去死 你们都去死 为他献出你们最误会的魂魄吧 下一秒众人脚下突然冒出 粘稠的藤蔓将身体捆住 白羽不断扭动着屁 奇怪啊 竟然挣脱不开 这术法太有意思了 韩楚飞抽了抽嘴角 别想了 魔族专属邪术 你学不会的 小花生怒吼道 喂 你们两个领队能不能靠谱一点 下一秒藤蔓竟然将在半空下的瑟瑟发抖 白羽鸟变星星 天才师妹 这些藤蔓为什么不敢靠近你 教教我呗 教不了 此时魔尊从温柔箱里探出脑袋 藤蔓算个屁啊 你魔族祖宗在此 全都给我退退退 只见小花生摸了摸白羽的胸肌 藤蔓果然吓得缩回了地下 哇塞 师妹好厉害 这一招总能教我吧 小花生将助 呃 教不了 此时韩楚飞解释说 这是藏海龙 我们进入了龙主幻化的空间 想打破他 必须先找到龙主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就别看戏了 而韩楚飞却勾了勾唇 依然不准备出手 萧姑娘身上的秘密可真多 接下来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只见小花生一个个给众人松绑 他嫌弃地戳了一下扎太子的脑瓜 要不是朱雀瘦瘦还得靠他养着 真懒地碰一下 而扎太子却暗想果然对我于情未了 别人都是碰胸口 他却害羞到只敢碰我额头 此时宋玄也被松了绑 可他却盯上了那把金锁 小花生 都怪你偷了魔修的金锁 他才会突然发疯 你能脱困救我们 一定也是靠那宝贝 文言小花生差点被逗笑了 是吗 那你拿去吧 宋玄满脸贪婪之嗣 太好了 金锁是我的 只要我救了他们 他们又会回来舔我 我才是真正的天才 所有的风光都是我的 而此时韩修也察觉 吸收到的灵力越来越弱了 是谁在坏我好事 小花生呢喃着 总感觉宋玄状态不对 白鱼点头 他贪怨疾恨戾气太重 这是被心魔入侵了 别怕 我来救你了 金锁在我手上 我才是救世主 我才是众望所归的大英雄 然而不等他解开藤蔓 空间突然扭曲 含羞又钻了出来 结结结 原来是你这贱人 宋玄大意凛然道 我不怕你 我一定会杀了你带大家出去 圣尊提醒他别作死 这货吸收了那么多灵气 不是你能对付 没想到宋玄根本不听劝 小花生 你是怕我抢你功劳 还是你跟他本就是一伙的 圣尊一摊手 安了安了 你想死我也不拦你 宋玄冷笑一声 提起武器冲向寒凶 他确信小花生就是嫉妒他 不想让他立功 那他偏要证明他才是精士制裁 然而下一秒寒凶一抬手 熊啾啾气昂昂的宋玄大通 直接被藤蔓贯穿身体 男人把未过门的妻子 栽在花盆里上百年 即使肉身早已腐烂 可男人却每天都会抱着他青上百遍 小花生看到这一幕笑了 他果然猜对了 时间回到刚才 作死的宋玄被韩修冠身的身体 但白宇却震惊地发现宋玄竟然没死 可是这不科学啊 天才师妹 韩修吸收了那么多灵力 实力怎么还这么弱 小花生勾唇一笑 因为他吸取灵力的目的不是杀我们 而是拿去养另一个死人的魂魄 他妄图逆天改命 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术法 有呀 血足的反生咒术就可以 白宇撒泼打滚尖叫 好想学好想学 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术法 而此时韩修手中的金锁竟然消失了 小花生一脸无语 为麻金锁自动回到我手上了 突然回忆起老婆婆讲的那个聊斋故事 还有他身上诡异的气息 所以老婆婆才是龙主 下一秒他眼珠子一转眼的主意 喂 金锁在我手上 想要吗 韩修备受刺激猛地夺过金锁 可下一秒金锁再次回到小花生手上 则则 这金锁好像不喜欢你呢 只见韩修周身磨气爆起 他一把抓住小花生转瞬消失在原地 糟了 小花生被魔修卷走了 身后的白鱼眼睛都急红了 师妹 也怕我现在就去救你 没想到韩楚飞却抬手阻止了 让我去 白鱼很生气 凭什么 那魔修毕竟站着我弟弟的躯体 有些事 还是我亲自去处理比较好 此时小花生被卷进一个诡异的黑洞 但他一点都不慌 藤蔓表面上捆着他 其实在替他挠痒痒 左边左边右边右边 对对对 就是这里这里 他是故意让韩修带他来的 只见一具已经烂得只剩下骷髅的尸体 被栽在大盆里 里面还长着诡异的黑洞 周身发出圣人的怨鬼嘶吼 小花生抽了抽嘴角 这男人也太偏执了吧 可可 盆里种的不会是小方吧 韩修怒吼道 闭嘴 不许吵到他 可以转眼却温柔地抚摸着小方 金锁找到了 灵力也快聚起了 快了 你就快复活了 画面实在诡异 还有那花盆里的血腥腐臭之气 魔尊都被臭醒了 哦 熏死本君了 你故意跟过来干嘛呀 小花生沉吟道 我方才听到金锁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女愿以永世功德 无度来生不信神佛 只求你 求你杀了我们 小花生愣住 就是这个残魂的声音 他应该是小方吧 看来他并不想复活 男人为复活死去的爱人 将其栽在花盆里上百年 每日以活人灵力和精血未养 然而女人却哀求圣尊杀了自己 只见含羞周身魔气暴涨 方儿 你在说什么 该死的应该是这群恶心的修士 下一秒骷髅竟然长出人脸 他流着血泪 朝圣尊发出怪物般的嘶吼 是你们把我变成这样 是你们屠了村子 我现在就杀了你给大家报仇 小蛇蛇吐槽道 完了 小方神志不清已经封求了 小花生瞳孔微缩 被逼得后退几步 看来他的灵石已经压制不住魔气了 就算真的复活也只是个魔 你快阻止他呀 一旦让魔种复活 必将引来雷劫 那玩意老厉害了 起码能覆灭一个国家 小花生却打去倒 那我把花盆偷到玄机国去 让天雷把他们全劈了正好 温柔乡里的魔尊点头 嗯 好主意 要本君帮你吗 别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开得好 下次不许开了 严龙娇快急疯了 妈呀 咱们都快被劈死了 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此时山洞外已经聚集大片劫云 含羞兴奋的狂吼激动的搓手 成功了 我终于快成功了 小蛇蛇在咆哮 萧花生 你再不出手 咱们都得死在这里 下一秒小花生手腕翻转 严龙娇在手艺鞭子挥出 给我破 只见魔种发出怨鬼般的凄厉丝吼 然后被狠狠诈成两段 含羞目自欲猎撕心怒吼着 不要 随即发疯般朝着小花生杀了过来 你毁了芳儿的复活 我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可下一秒手中金锁突然一亮 小花生被猛地吸进了另一个空间 去哪里了 给我出来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韩楚飞赶到时满脑子问好 奇怪 方才明明天乏将至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此时韩羞正捣鼓着碎成一地的白骨 韩楚飞嫌弃地捏了捏鼻子 那个 这身体好歹是设底的 劳烦阁下别玩得这么埋态 只见韩羞露出诡异的笑容 颇开自情心脏 哈哈 反正我的方儿回不来了 我现在就把你弟的皮囊还给你 韩楚飞缓缓收起折扇低笑道 使不得 我虽然跟他不熟 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只见他掐动硬绝口念中法 阿波吃的 嘚呀大 大牛 普法吧 下一秒一道魂魄从韩羞体内被扯出来 你到底是谁 怎么知道我是大牛 只见韩楚飞换了一身更帅的衣服装逼说 我是谁不重要 断我直 灭我剑 你罪孽深重 可以吸内了 话音刚落大牛痛苦地捂着脑袋哀嚎 我没错 我只是想见他一面 可随着一声啊啊的惊天惨叫 魂魄已经被恐怖的烈火包围 韩楚飞嘖嘖感叹 死不悔改 你万不该断了他的轮回路 随机嫌弃地拖着含羞的躯体往外走 哦 你身上太臭了 别怪我不服你 大牛死后 银索回到老婆婆手中 众多魂魄纷纷抽气 大主 我们永世被困在这笼中 何时才能解脱呀 老婆婆却松了口气 同心所选择了他们 希望那个带着魔主气息的女孩 可以改写当年的结局 而圣尊和魔尊此时已经代替大牛和小芳 回到故事的开端 方儿 你终于醒了 圣尊一惑道 大牛哥 那些受了重伤的人了 魔尊宠溺地撸了撸小脑袋 放心吧 他们都没事了 圣尊和魔尊被拉进了小芳和大牛的故事中 幻境中二人是青梅竹马的爱人 一切都很美好 直到一日圣尊在后山发现一群身受重伤的人 魔尊一脸疑惑 方儿 他们真的是人吗 圣尊点头 嗯 他们有血有肉还受伤了 当然是人 其实这些人都是魔族 只是外表和人类相似 但是他们额头都长着黑色的脚 然而蠢土的乡亲们却把他们当成了打扮时髦的江湖大侠 焦急地给那群魔包扎好了伤口 很快魔族们就醒了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多人组 兄弟们从魔狱逃出来都受了重伤 终于可以饱餐一本 就在他们即将暴走时 圣尊第一时间给他们投喂 你们肯定饿了吧 这些都是乡亲们给你们争的 管够 晚上冷穿件衣服吧 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的魔族们竟然被感动坏了 他娘的 做魔一辈子都没被人关心过 呜 魔尊松了口气 看来他们不会伤害我们了 圣尊点头 嗯 不管他们是什么 都是有感情的 魔物们就这样住了下来 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像村子里挑大份的活 还有带娃娃的都被他们承包了 没有冥界里那些残忍的试杀 这是他们过得最舒心的日子 大牛哥 时间过得真快 他们都来这里一年了 魔尊抚摸着少女威红的脸颊说 是啊 芳儿又长了一岁 何时才肯嫁给我呢 夕阳下少女害羞地转过头说 只要你敢娶 我就敢娶 魔尊笑得一脸蠢命 可不许反悔了 那一碗大牛和魔物们商量的 明天就去镇上采买 偷偷给芳儿准备一个惊喜的婚礼 魔物们开心坏了 哈哈 你这臭小子 要办婚礼不告诉我们的小公主 成亲可是大事 我们魔 意识到自己差点把我是魔族说出口 他赶紧避卖 可可 在我们老家 成亲是要杀鸡放血 继魔 尊子还没说出口 魔尊就打断他们的对话 各位不必遮掩 我知道你们是魔族 魔物们疑惑道 那你们还 方而说 魔与佛并无区别 佛可度天下众生 魔一渴 你们并未害过人 只是生来就是魔 闻言魔物们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住大牛 谢谢你们 我们一定誓死守护村子 一日大牛朝着镇上奔去 刚好与一群来势汹汹的修士擦肩而过 看来这边境又出现什么宝物了 希望别打扰到他的婚礼就好 可他不知道 这群修士正式去屠村的 他这一群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原来修士们已经发现魔族 生而为人竟然和魔族一起生活 等下无论是人是魔格杀物论 今天本该是他的大喜之日 却亲眼看着未婚妻死在面前 原来就在刚才一群修士闯进了村子 而挑愤的二狗却误以为他们是来参加婚礼的 他满脸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用尚且不熟的人类语言表达欢迎 可不等他说完 身体却被利刃贯穿 他满脸不可置信 做了一年的人他竟忘了提防人类 为什么要杀他 他从未害过一人 那修士讽刺道 真可笑 一个魔竟然妄想模仿人类 二狗没有想着报仇 而是强忍着疼痛往回赶 他得赶紧给大家报信 可那修士却挥剑蓝腰将他砍成两半 身体已经无法动态 他还在无声大喊着 坏人来了 快逃 他们高高在上地看着乡亲们冷笑头 念在你们无知 只要你们交出魔族 我们便不杀你们 圣尊惨白着脸摇头说 不 他们从未害过人 他们都是善良的 小崽怕得要死 却颤抖着身体将魔族们护在身后 奶奶说他们都是好魔 他们救过我的命 不等他说完 一个修士直接挥剑贯穿小崽的身体 真是名玩不灵 他们已经被魔洗脑 一个不留 整个村子被修士们当成屠宰场 那一刻魔族们终于不再忍了 他们没有杀过人 但却可以杀人 小崽很开心终于能为大魔做点什么 他依稀记得自己犯天花时 是大魔背着他跑到了十公里外的镇上找大夫 可医馆却因为大魔没钱根本不收自己 他亲眼见到大魔背过他硬生生掰断了头脚 他虽不知魔族的血肉可以提升修为师入药的保护 但他看到老板得到大魔的头脚后 立刻就答应帮自己治病 事后他问叔叔你的脚呢 大魔只是笑着说 不好看 不要了 当时小崽就想着 等自己长大了 一定要报答叔叔 这一刻大魔疯了 恐怖的魔气曾周身爆发 他撕心裂肺地大喊着 求求你们不要死 此时一个修士大意凛然的冷笑道 终于原形毕露了 魔族生来是杀残忍 杀了你为名除害 圣尊突然抱住那人的大腿自自弃血 魔与佛并无区别 佛可度天下众生 魔一可 帮我们的不是满口大意的你们 而是魔 你们才是真正的魔 然而下一秒利刃贯穿身体 那修士冷笑道 愚昧村妇 死不足惜 这一天满沱大雨笼罩了整个村子 地面被血水浸泡了 而魔尊此时提着为婚礼准备的恭喜 可他看到的只有遍地的断壁残缘 还有圣尊的尸体 男人缓缓将精血滴入村民口中 下一秒善良的村民们全部立地成魔 原来不久前整个村子被修士们屠杀殆尽 回到村子的魔尊 刚好目睹圣尊惨死的一幕 这一刻他仿佛经历着屁股削肉 挖心断肠之痛 方而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们现在就拜堂成亲 而行凶的修士却不想放过一个漏网之鱼 杀了他 为名除害 大魔撕心裂肺地大喊着拦住他们 就算死也要保住最后一个村民 修士们笑了 真是愚蠢 你用身体又能挡下几件 我们的法器都是专门克制魔族的 只见魔尊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第一对着天地叩拜 我一生与人为善 无愧天主 第二对着死去的乡亲们叩拜 我无父无母 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第三对着圣尊行最后的夫妻之礼 方而 大牛哥来娶你了 修士们忍不住嘲讽 泽泽 真是疯子 竟然跟死人拜堂 这些村民已经沾染魔旗 杀了他为名除害 魔族们大喊着厮杀着挡在魔尊面前 你快走 我们吃了太多人间饭 已经魔旗衰竭 只剩下两三个兄弟撑不了多久了 而魔尊已经决定此仇不报不死不休 告诉我怎样才能成魔 我知道你复活了方儿祖母 大魔回忆起老婆婆死去的那天 少女绝望的哭泣声和颤抖的身影 让他们忍不住为婆婆喝下了魔族精血 虽然成为半魔人丑了点 吃得多了点 但长命百岁不是问题 复活后的婆婆变得很古怪 他谎称需要安享晚年独自搬到了后山 可魔尊却无意间看见他肯食凶兽的尸体 而真相就是只要吃下魔族的血肉 就可以变成半魔人拥有强大的能量 只见魔尊疯狂地吃下魔族的血肉 在无尽的痛苦中身体被容 透明的魂魄被打碎重组无数次 为了你 我变成魔 又如何 终于他魔法了 身体再也感受不到疼痛 修士们发疯般地攻向他 可他们的法器竟然对魔尊无效 只见魔尊突然力大无穷 此时修士们在他面前变得跟小鸡仔一样脆弱 各位来参加我的大婚 背下如此厚礼 我感激不尽了 既然你们说我是魔 那我们便是魔 随即将精血滴入村民口中 下一秒他们竟然诡异地努动着脖子站了起来 一日之间整个村子的人全被生生逼成了魔 修士们彻底慌了 快杀了他们 他们只是活尸 而此时圣尊的尸体突然动了动 脑海中出现一个声音 消化声 快醒醒 来不及了 圣尊猛然睁眼 他痛苦地撑着地面试图拔出长剑 哎呀呀呀 疼疼疼 狗修士 这一剑插得好刁钻 老娘差点拔都拔不出来 喜大土奔 圣尊和魔尊竟然成亲了 原来就在刚才 复活后的村民们突然力大无穷 他们发疯般撕咬着修士们的血肉 修士们纷纷吓破了胆 我们是在除魔味道 你不可以杀我 魔尊被逗笑了 你们可真是站在道德制高点 把不要脸演绎到了极致 当初杀我方而始 可曾想过有这一刻 没想到一回头竟然看到圣尊诈尸了 魔尊压麻呆住 我记得没给你精血啊 你咋就自己醒过来了 圣尊暗想 不能让大牛知道我不是小方 当即诡异地扭动着脖子 扮起了丧尸 呃 真是浮夸又做作的演技 没想到魔尊竟然信了 许是哪里出了岔子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恢复神志的 呃呸 把你老婆栽在花盆 就是你想出的办法了 下一秒 魔尊握着圣尊的手 让他去杀了修士 亲自替自己报仇 只见那修士像只赖皮狗 匍匐在地哀嚎着 求求你饶我一面 我不想死 可圣尊却毫不手软 直接嘎了他腰子 要怪就怪你那一刀捅得太刁脏了 老娘现在都疼 干得漂亮 乖乖在这里等我 等我把修士们杀光 我们从心拜堂成亲 圣尊咒没暗想 要不是你顶着弹烟的脸 老娘早就把你一巴掌 扇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 小蛇蛇忍不住吐槽 你们是怎么费事啊 老太婆把你们送进来 是挽回悲剧的 这下可好 最后一个修士也可屁了 魔尊英侧侧的笑着 哦哦哦 毁了我的喜事 那我就给你们办丧事 圣尊咋咋称赞道 死得好 这些人没一个是无辜的 不杀光修士 村民们的怨气怎么消散 此时老婆婆突然出现 她敲了敲圣尊的脑瓜子 看你干的好事 让你阻止悲剧发生 你倒好 帮她杀了个干净 而圣尊有了小芳的记忆 感觉老婆婆亲切不少 龙主婆婆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婆婆低声道 后来大牛带着小芳的尸体 离开了村子 村民们四处虐杀生灵 为了防止他们伤人 这些修士真该死 老娘刚才还是统青了 老婆婆要被气死 闭嘴巴臭丫头 让你改结局 你竟然改得比上次更惨烈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没想到圣尊却勾唇一笑 我可以用尽数帮他们 助一场黄粮美梦 他们没有怨气 自然可以转世投胎 圣尊沉默片刻压抑着情绪 问婆婆 此法需以你的命魂为代价 你愿意吗 婆婆笑得一脸慈想 老婆子早该死了 只要大家能解脱 我也就安心了 好 圣尊当即掐动硬绝 嗡的一声 空间开始扭曲 家家户户挂起了红丑子 只见魔尊一脸懵逼的站在院中 咦 刚刚好像不是这个场景啊 大魔笑眯眯的拍着他肩膀 臭小子 发什么呆呢 急时快到了 赶紧去拜堂了 魔尊猛的回过神来 看着满脸喜悦的乡亲们 最后看了看自己这一身喜福 他突然上前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接过圣尊手上的红丑子 消化声 你的盖头可真丑 闻言圣尊猛的掀起红盖头 低声问道 谭烟 你记起来了 魔尊勾唇一笑 早就记起来了 区区一个破龙能困住本君几时 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圣尊竟然捧着一只鸟狂青 原来就在刚才 他正以小方的身份跟魔尊成亲 而魔尊突然不装了表示自己早就醒了 此时及时已到必须拜堂 圣尊满脸疑惑的看向谭烟 既然我知道你不是大名 你也知道我不是小方 我们还拜堂吗 当然要拜 他们不知道就行了 你不是想帮他们解脱吗 乡亲们笑得那么开心 圣尊当然不会破坏这喜气的氛围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只是没想到拜完堂后 大魔却突然开始带节奏 轻一个轻一个 不等圣尊反应过来 脑袋突然被扣住 男人微凉的唇已经附了上来 圣尊呆愣在原地 身体竟然不抗拒这个吻 我是被小方影响了吗 谭烟的声音传入脑海中 消化声 闭上眼睛 下一秒小花生闭上眼 认真感受着他的气息 这一瞬间的悸动 使他们忘了周围的一切 此时幻境一寸寸破碎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小姑娘 龙已破 一切都结束了 你身负魔主血脉之事 万不可暴露 若有一日天下人赴了你 冥界魔狱将是你最好的 藏身之地 圣尊骤梅 魔主那不是魔狱的老大吗 虽然只是冥界的一个势力 但也相当于 神功九山的大王 所以那魔主到底是我娘 还是其他亲戚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 都被魔尊听到 冥界吗 那不就是他的地盘 万年之前 谭烟身为冥界 主宰红针魔帝 却违逆冥界法则 被天道永风阴魂冤 天道曾问他 可曾后悔 他只是勾纯一笑说未曾 殊不知回到现实的 自己已经变成一只鸟 白羽疑惑地 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师妹 你在干嘛呢 这样可以修炼吗 我也要亲 圣尊亚麻呆住了 呸呸呸 而谭烟却在心里吐槽 还没洞房花烛就出来了 死老太婆 你这夙愿还真是卑微又浅薄 此时韩楚飞走了过来 看来萧姑娘都将一切解决了 是我来迟了 竟错过了一场好戏 小花生暗响 这人太聪明 婆婆说魔主的事情 不能被发现 我要离他远点 韩楚飞殷殷殷殷 他好冷淡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我只需要并肩作战的队友 不需要迟来一步的朋友 而谭烟此时牛逼坏了 哼 蝼蚁 我拜堂 你吃别 这就是差距 只见白羽笑眯眯的上前打招呼 师妹 含羞欺负你 我帮你费了他一条手臂替你报仇了 小花生嘖嘖感叹 这位表面人畜无害 没想到手腕还挺狠辣 白羽突然拿出一个令牌说 大长老得知宋玄心魔入体 怕我们沾染了魔器 特意开启了冰镜泉 那里的泉水可以洗滴魔器 魔器重的人进去 就会像灵魂被撕裂一样痛苦 直至洗干净 小花生光听听就感觉头皮发麻 他可是拥有魔主血脉的 他挥了挥手 早就不泡了 我还有事告辞 突然一把配件从天二将拦住了去 小花生瞳孔皱缩 这是白羽的配件 一回头 只见白羽正笑的一脸人畜无害 抱歉了师妹 长老说了 这次参与边境除魔的人都得去 男人第一次穿上女装就惊艳了众人 老头只应多看了一眼 就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原来就在刚才 圣尊被带到兵径泉走 他身负魔主血脉 泡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 试探性的伸出一只脚 下一秒竟然冒烟了 泡不了真泡不了 突然颜龙娇嘲讽说 这就怂了 谭炎大人当年可是用这玩意泡澡门的 文言小花生眼珠子一转 有了 当即朝茅坑摆你冲刺 你们先去 我上个茅坑 此时茅坑里 小花生红唇微钩 语气焦田软糯的说 谭哥你能不能 不能 大丈夫能屈能伸 帮帮忙吗 休想 应应应 那我就疼死在里面吧 魔尊无语 好了 我投降 兵尽全力 小迷妹突然眼睛一亮大海 画画 这边这边 众人看去瞬间愣住了 只见魔尊屁股一扭一扭地走得出来 长相还是那个长相 却美得让人不敢直视 他对正在放花痴的白羽头去一个死亡凝视 看什么呢 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了 白羽压麻呆住了 呃 师妹虽然长得好看 气场却越来越吓人了 而此时真正的圣尊正狗狗碎碎藏在树后 魔头一定要狗猪狗猪呀 阎龙娇嘖嘖称赞道 你真牛皮呀 竟然能说动大魔头男扮女装 嘿 因为我死了 他就得回阴魂冤坐牢 他连天道都不怕 会怕坐牢 那不然嘞 不等阎龙娇说出自己的猜测 只见魔尊竟然把手放在自己身前东捏捏西恰恰 奇怪明明是一比一复刻的 怎么手感差这么多 小华生气急败坏地大骂道 变态老色批 而阎龙娇忍不住砸舌 果然是我猜的那样 此时魔尊像只咸鱼瘫在那闭目养神 没人发现 泉水已经被吓得到处乱窜 拼命地避开魔尊这里 有人已经受不了了 太热了 这泉水怎么跟火锅一样 感觉再热一点 他都能闻到肉味了 魔尊突然不爽地发现 竟然有人在偷看自己洗澡 投影时 老东西 你可真是不长机械 此时大长老眼皮子狂跳 不对劲 这泉水不对劲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然而下一秒 轰的一声 林静泉竟然直接炸开 大长老将住了呆滞了 石化了惊恐的瞪大了眼睛 这这这 这是阴魂冤老魔头的气息 只见一把年纪的老头 竟然哇的一声 毫无形象地大哭了起来 跪在地上朝着四面八方磕头 祖宗 我错了 当年是我不懂事 求求您饶了我吧 而小花生趁乱把魔尊捞了出来 差点就被发现了 谭烟 你在发什么疯 碰到一个老熟人 一时间没忍住 小花生一脸懵 蛤 你是说风云萌的大长老吗 而谭烟突然掏出一个投影石 笑容诡异地说 这老头当年假扮女人勾引部 你想看吗